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門課是什麼呢 這門課是愛情社會學 不是愛情學 不是戀愛心理學 什麼都不是 連課名都講不清楚的話 我希望你不要修這門課 很多人都講不清楚 那他們不修這門課我就算了 那很多人認為愛情可以教嗎 那第一年的時候我還不知道該怎麼講 因為第一年我什麼都沒有 現在教了大概十五六年 我也懶得講 你真的需要 我現在都說那你等著看電視好了 有些話一言難盡的話 最好不要用一言來解決 好 所以這個是可以教的可以學的 而且多年來都教了也學了 這門課原來分成三個部分 在最開始的時候教這門課是因為我之前的興趣 是在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理論 那社會學理論呢 很多人是我們社會系的必修課 我常年教到那門課 最近沒有了 那社會學理論呢 很多人在學的時候都不太在乎 在教的時候也不太在乎 社會學家的生活 跟他們的思想之間的關係 我呢 最喜歡的就是這個人的八卦 我覺得任何人的生活都跟他八卦有關 所以我回去研究這個人有幾次外遇 這個人有沒有繼承遺產 這個人有沒有自殺過 有沒有發瘋過 然後跟他的理論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跟我們這一行的所有人 包括台灣的所有這一行的人 跟事實上所有這一行的人 我都是一個非常孤獨的跟奇怪的人 也因為這個八卦開始 我就後來在開發愛情社會這門的時候 我原來想的是愛情與社會學理論 這個只有在去年還什麼時候開過一次 因為喜歡社會學理論 我希望你修過社會學理論再修這個 你會很有感覺 那你們連社會學基礎都沒有 要修這門課的感覺會比較不一樣 我希望我能控制住你的感覺 在這堂課上 所以那堂課原來是這樣開始的 但是後來就有一些轉折 因為發現大家來的人很多 個人的每個人的條件不一樣 我雖然不是通識課程 好像要變成變通識課程一樣 所以我就從愛情故事開始講 那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呢 這是一個全球化時代 不應該有任何一個人 講任何一個地方的故事 我們可以講在地球上 我們所知道的人的所有的故事 所以我的課程就開始從愛情故事開始講 好多年故事還沒講完 課就結束了 所以好像不是愛情社會學 好像變成愛情歷史 一直到去年 我終於決定這段我不講了 為什麼不講呢 因為我的講義已經夠多了 對我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那我就講愛情與社會 就是這學期你會碰到的東西 所以上學期是這樣教的 教過一次 完整的版這是第二次 以前都教愛情的歷史 這學期不教愛情的歷史 所以這是先跟你講一下 所以萬一你有旁聽的或重聽的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課名一樣 其實內容完全不一樣的課 除非你去年修過 去年修過你會發現有很大的不同這樣子 好 那這門課呢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為了配合我個人的教學理念 我會發展很多的作業 沒有一個作業是沒有理由的 那這作業呢 請大家看到第二頁 因為這第一頁沒有什麼特別要說的 第一個作業規定呢 是希望你能夠讀書 我們在大學念書 希望你有寫讀書心得 這門課呢 希望你有沒有寫選兩本書 大學生連一本書都沒看過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要求你們看兩本書 然後這門課原來是以大三大四優先的 所以大一大二的同學 希望你再去談一場戀愛再來 如果你連戀愛都沒談過 就這門課有點可惜 因為你常常會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所以這裡面呢 我以前讓你隨便選 我發現隨便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對於大學生來說 所以我現在只能讓你從裡面選 然後也沒多少可以選 這四本書你選兩本書 第一本書叫做愛的藝術 這有簡體字版也有繁體字版 我指定的書不表示我贊成它裡面所有的觀點 不表示我贊成所有的觀點 但是呢我覺得總體而言 這些書是比較有這個接近本的想法的 那第二本書是《丘比特的劍》 這本書跟本學期要講的東西基本上在前面是重複的 我之所以要講一個我重複的是要讓你知道老師的講義 比任何一本書都寫得要完整跟詳細 就這樣 我要證明給你看 你不要以為只另一個課本 那個課本就會比較好 只另一個課本那就讓你知道學問就在那裡 我要讓你知道學問不在那裡而已 學問非常的廣大 我的講義就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好 這就讓我想到終生二十一響的故事 你們念台大每個人都告訴你們終生為什麼二十一響 來 誰要告訴我這故事 終生為什麼二十一響來 特別想加籤的人努力一點 我可能會因為你舉手我就加了你 來 請 三小時用來省思對不對 哪三小時啊 睡覺那三小時 一邊睡一邊省思 我覺得這就是很奇怪的台大的讓學生知道 我們只要想省思三小時 你為什麼不想那是終生啊 終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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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time 終生要你思考 哪就那三小時讓你思考 你還念台大 你連這個終生二十一響的 那個通關密語都不知道 你念這學校白念 那邊有附屬小學或附屬幼稚園 你可以去念那個 那邊人比較少 所以邱彼特的建議是讓你看的 這本書沒什麼特別好看 坦白說 非常容易懂 所以讓你看一下知道老師其實是很認真的 不然有時候老師這樣講很像吹噓 到時候這個開放課程就說以下時間為廣告 然後全部是我吹噓我自己的 另外一個呢是伊東明的書叫做愛上了眼 這本是一個日本的精神分析師所寫的書 因為日本的文化在某些地方跟我們比較近 所以你看這本書會開你的眼界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純樸的人 你從來不知道愛情有這個樣子 或者你相信愛情是那個樣子 那個樣子某種程度是一個病態 是一種病態 你去看一下 很多同學如果你們寫的讀書心得都是真的 很多同學邊這本書受到很大的啟發跟震撼 就是我要先告訴你 這是過去的經驗 然後最後一本書是Diane Ackman的《愛之旅》 這本書其實不太好念 因為它涵蓋的範圍也非常的廣泛 也非常廣泛 但是如果你有好好上課跟看筆記的話 看講義的話 你大概可以比較了解這本書在幹什麼 所以我只指定這四本書 這四本書呢你如果到廚師館去借 當然對你來講都太晚了 我建議你去買來看 一個大學生書架上總要有幾本書 你不能只有漫畫書 不能只有深夜食堂一到四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然後你就深夜就在看那個書 你就覺得哇 好餓 其實那些東西你真的去吃沒那麼好吃的 那個飯上面擺一顆奶油 那是多好吃的東西 你自己去煮煮看 保證沒有那麼奶夢好吃 比較好吃是那香腸切片以後 像那個章魚的餃那個 那個比較好吃 好 就是另外一回事 好啦 那這個是這四本書 你要寫讀書心得 兩本書的心得 心得怎麼寫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你必須有一個這本書的大綱 大致念些講些什麼 或者哪些地方特別讓你覺得感動的 這章節 第二個部分就是心得 心得最好搭配的是你自己的經驗 或者你其他閱讀或上課的那個內容 交互的參考 還有就是你的疑問 你的疑問 那你如果心得能夠搭配之後 你的心得就會比較豐富 真的像心得 有關大綱的部分 很多同學很不幸的 被我發現了 去抄伯克萊網站 那本書的介紹 那本書的介紹真的寫得蠻好的 那你是大學生 你又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你去抄別人的東西 我覺得實在太丟臉了 你應該讓別人抄你的東西 怎麼你去抄別人的東西呢 真是 所以希望你不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第一個作業 讀書心得 有交的日期等一下再說 第二個作業呢是團體合作 我們台大人最被人詬病 就是我們很聰明 我們就是不會團體合作 我每次聽完都很不爽這樣 所以要訓練你們團體合作 因為這門課不是通識課 然後這門課又其實某種程度 就是認識朋友的課 所以你能夠找四個人 其他三個人 總共四個人為基準 少一個多一個 這就是三到五人了 你三到五人 然後找一個題目來做 這是你的集體作業的基本人數 所以你最好在第一週就能找到 你有朋友大家找朋友 沒有朋友你就交新朋友 你連新朋友都不願意找 然後很害羞 然後也不願意怎麼樣 然後到時候寫不出來 你就不要怪我了 這事情都發生 每一年都發生 我都覺得好奇怪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你要選這門課了 很多人選不上 你選上了 你竟然不好好利用這個作業的機會 跟大家認識 然後表現你的才華 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這個集體作業要做什麼 我過去都隨便你 現在不隨便你 這個作業要你去做 去年只做一件事情 去年只做我要看一下 你們怎麼樣可以設計出一個 完美的成功的聯誼活動 完美的成功的聯誼活動 就各主都做那個題目 做完了我看他們也真的去做了 不是只有設計 從設計到完成 包括中間你要照相他們幹嘛幹嘛這樣子 我發現這個都設計不出來 那麼聰明的學生都設計不出來 所以今年我就希望多樣性一點 你去找一下台大學生的情感問題 這問題有很多種 譬如說有人交不到朋友 有人不能持續太久 有人不知道怎麼結束 有人失戀想自殺 你去研究這個跟情感相關的問題 有人根本就不想談戀愛 有人喜歡大書 有人羅力控 有人大書控 這都是有的現象 我在過去還叫學生寫愛情事件部 你們的每一個人的愛情故事 要寫上來給我看 這是假公祭司最好的方法 以前我收100個學生 因為我年輕我時間很多 我研究室那時候很大 所以你們來的報告只有我看 我每一年平均看100本大學生的愛情故事 真實的愛情故事 然後附照片附紀念品的 結果學生非常狠 第一頁就擺一個保險套用過的 幹什麼呢 有時候 然後第二頁內褲沒洗的 幹什麼呢 我跟你講 你不知道台大學生的很多創意 或者傳染病的來源 都有時候是一起的 所以我後來嚇到了 還加上我現在研究室擺不下 所以我就不叫你們做這作業 我大概看了10年1000本的愛情故事 所以有人說奇怪年紀也蠻大的 你怎麼知道年輕人想什麼 我說因為他們告訴我 他們怎麼會告訴你 我因為指定他們做作業 他們怎麼會去修這本課 我怎麼知道 你們這些人都是飛蛾撲火 送死的 所以就知道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故事 我從來不知道 大叔控 那什麼蘿莉控 還有那種什麼貓狗控 跟貓狗愛得要死的 我說這叫愛情社會學 他說老師是 還有上帝控 他愛上帝愛的人你不知道 你不會了解的 我也不會了解 不只是不會了解 所以這次作業 你必須找幾個人 三個人到五個人是一組 你去找一個台大 你覺得常見的問題 或者受困擾的問題 不管你在網路上去問還是幹什麼 然後你覺得設計出一個活動 先了解現狀 設計出一個活動 然後看怎麼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提出你的建議 所有的集體報告要放在網路上 你隨便去找一個網路 你的部落格 放在網上給人家看 你不要只騙老師 要騙騙全天下人 懂嗎 所以你的報告不僅我看 全天下人都可以看得到 讓人家看到我們台大人的才華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或者混 It's up to you 你混全天下人看 不要只騙我 騙我太容易了 所以這個作業你真的要做的話 要修這門課就得做這個作業 我建議你旁聽了 聽別人的作業比較好 還有增加的作業沒寫在上面 不要急 還沒到那裡 好的 還有隨堂小測驗 跟溫生好沒有任何關係 雖然我那天吃飯有碰到他 他好客氣 你誰跟他照相他都照 有一家人吃飯從吃到結束 照了N次相 就還要求他站在那個 餐廳的那個招牌下面照相 他都照 我就跟一個人說 他們說那是誰啊 老師常看電視 老師看電視常常會超過你們 很可怕 他說那是誰 我說溫生好 他說生好還有溫的 好吧 人家說溫生好是誰 我說就長得像玉木宏那個 他說那玉木宏是誰 你現在知道老師真的是好苦 我不知道活在什麼時代 我就活在無間道 是人也不是人 是鬼也不是鬼 我講的有些人聽得懂 有些人聽不懂 尤其我碰到我的同學 最近參加小學同學會 他們說你教幽默社會學 我另外一門課是幽默社會學 他說你要不要講一個笑話來聽聽 我說好 我保證你們笑不出來 別人說不會 我笑點很低 我說呵呵呵 那才怪 我說小明是個風箏 我就講了 這是題目 正文 小明是個風箏 有一天小明到學校去 同學都說他是個風箏 他就哭著跑回來 跟他媽媽說 媽 他們都說我是個風箏 他媽說你本來就是風箏啊 然後他就說 蛤 那就哭著跑著跑出去 跑著跑著他就飛起來了 結束 不笑的同學 你其實跟我是同一代人 我的所有小學同學聽完說 還有一個說笑點在哪裡 所以還有很多隨堂小作業 其實到現在還沒出嘛對不對 等一下就會出 你放心好了 每一個禮拜我都隨性之所致 或隨新聞報導 然後我就會有小作業這樣 所以請大家注意社會上的 奇怪的新聞報導 譬如說有一個人 跟另外人交往了5個月 然後那個他們第一次接吻 那個男生就喇雞這樣 後來他們兩個就吹了 吹了以後這女的告 這男的性騷擾這樣 各位有注意到這新聞嗎 有的請舉手看一下 好 放下 因為我常常講的事情涉嫌誇張 所以常常有的同學說真的嗎 所以要舉手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舉手是同一批人 如果是的話就是我過來的 這世界的奇怪 而是超乎你想像之外 還有每週的課程結束 那個我的那叫誰 派大星 我的派大星終於要出現了 因為在教室裡面不可能 你要想像一下派大星 OK 他不是真的派大星 OK 你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派大星是誰的 下課問一下 或者你有電腦馬上查一下 OK 我有另外一隻海綿寶寶 我本來在研究哪一個課要擺哪一個 但是因為這是粉紅色 所以可能跟浪漫有一點聯想 所以就準備他 派大星記住 他是派大星 派大星英文叫什麼 Patrick 不錯 你們英文都不錯 我只測驗一下 我以為叫派大星 這竟然不是 好 那個我非常歡迎各位問問題 因為有時候老師教的速度會不夠快 你可能有一些當下的問題 就像醫院有門診有急診你知道嗎 這就是急診 你有些問題你想問 你就把問題丟在這個嘴巴裡面 是吧 對 就丟在派大星的嘴巴裡面 我原則上會在下禮拜回答 那如果你真的希望馬上聽到 你就趁我下課的時候沒看到 就把紙條擺在我桌上 不必擺在信封 不必寫名字 紙條完全不用寫名字 你就擺在我桌上 然後我就會回答問題 問題永遠是優先的 不必寫名字 免得人家覺得你很愚蠢 或覺得你很糗這樣 不過千萬不要替別人問問題懂嗎 你可能有一個網站 你說我可以帶你幫我問問題 你是代表車票嗎你 有一個同學過去就真的是這樣 他因為我通常回答問題 在第一堂課的前十分鐘左右 那他就覺得 因為前十分鐘來的人非常的少 以前是早上的課 現在下午可能不太一樣 那他就覺得說 這個老師怕老師沒問題可以回答 老師會很寂寞 他替我想 所以他到處去蒐集問題 都不是他的問題 每個禮拜都有問題 滿滿的一直到學期結束 那我希望你們不要這樣 如果你的問題或是什麼 你願意把牙裡面先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我可以幫你問一下 譬如說 哪集是不是猥褻 我第一次碰到這個問題呢 我非常困擾 因為有的學生要上課問題 有的學生下課問題 有的學生在老師沒上課的時候問問題 都可以啦 只要你碰到我 你願意問我都願意回答 這是我覺得學生願意跟老師接近 這是老師的福氣 我們尤其在臺灣 學生都不願意跟老師接近 看到老師像看到HIV病毒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就有一次有學生跑來問我 說老師你會不會覺得第一次接吻 就垃圾很噁心 我說不會啊 超級浪漫啊 然後他就說老師那你想像一下 一顆你閉點心 然後想像有一隻融元在你的嘴巴裡 融元在嘴巴裡 那就不浪漫了 對不對 老師生物不太好 但是融元是知道的 不知道融元的請舉手 都知道 所以後來就不太能喇嚇了 那學生 因為一想到融元 然後我一上完課講到融元 班上學生好像都不能喇嚇了 因為一喇嚇就想到融元 所以高桂華老師顯然沒有想到融元 這件事 好吧 順便教一下那個笑話英文 請問Large英文知道怎麼講 請舉手 來 請 對 可是我不教英文 懂嗎 Large英文叫Large Large 這有那麼冷嗎 你們要學我的課 以後的笑話都這麼冷 同學懂嗎 已經要到冬天了 要了解老師的tone是這樣的 不太適合老師的tone就不要修這門課 免得痛苦啊 痛 痛苦懂嗎 很痛的 好了 先讓你知道 這個老師很麻煩的 所以要那個 還有一次期末考 還有一次期末考 期末考 所以考試非常多 然後最後一個補充的 不在這上面的那個作業 就是要認識全班的同學 這個你學過我的課的 這個不能免 因為同學不一樣 我每門課都叫你認識全班同學 那全班同學怎麼一回事呢 你要去訪問全班的其他的同學 不管他是旁聽的或什麼 好吧 然後記下他的名字跟學號 或者他的細節 然後呢跟他談三個問題 然後記下他的問題 他的答案 聽懂了嗎 孫老師出作業都跟三有關 三個問題記下他的答案 全班啊 所以你要修這門課嗎 你想想看我現在已經有幾個作業了 你願意修 你願意發現這門課很有趣的啊 我保證你在台大裡面 大概就是可以排到前100名的課 我不知道台大多少課 這樣講比較保險啊 對不對 講前10名什麼 到時候就有錄影機的開玩笑 當時被告對不對 被其他孫維新老師等就在告我了這樣 所以替姓孫的留點面子這樣 我本來開這個課 想沾孫老師的眼光這樣 我想我也孫老師 他也孫老師嘛 平平都是孫老師對不對 我就開任世星空下的愛情這樣 對不對 戴一下嘛對不對 這些紅的課戴一下不紅的課嘛 對不對 誰知道相得益彰嘛叫做 我一次講給他聽 他這些非常靦腆的笑 孫老師是那種非常有尊嚴的不像我 我他也覺得我像B咖這樣 孫老師是A加咖這樣 這是不一樣 平平都是姓孫 差很多 好啦 所以那個認知同學 這個作業也是新增加的 而且我為什麼有這個作業 我每個作業都有理由的 這個作業是因為古人說 十年修得同船度 百年修得共枕年 好啦 這個一起修課 修十七個禮拜 這個應該在同船跟共枕之間嘛 當然你們有些人共枕 可能是比較平凡的 這不是在十年 在百年就十年跟百年之間修來福氣 你難道在同一個教室同一個空間 你都不願意去認識他一下嗎 不願意被他認識嗎 你以前可能想認識人你不好意思講 現在你有一個藉口 因為你要做作業 我跟你講你在台大念書 沒有人給你那麼好的藉口 對不起我要做作業 你一定要幫我 你不幫我過不去的 你對人都不好奇 你修愛情社會學是白修了 你對人不好奇 你基本上在這人世上是白活了 你們在台大剩下的日子其實都不多的 你就把你的台大日子 當作你人生最後的日子 你會活得非常充分有意義 你認為你的人生要離開台大才開始 也許你現在就休學 你馬上就開始 不要浪費這些你在事後 在我這種年紀看起來非常珍貴的日子 千萬不要浪費 我就是幫助你們不去浪費 讓你們活得非常充實 雖然很多作業你真的願意修 這作業非常非常有趣的 你可以認識很多人 如果你不願意修 旁聽也非常有趣的 再不願意看電視也非常有趣的 孫老師有時候講的冷笑話 你慢慢的跟我的痛合的時候 你的人生悲慘就開始了 好 所以這個作業沒有規定百分比 像其他課什麼20%什麼什麼沒有 我告訴你最後學期結束的時候 你會在期末考的時候 看到我的作業登記表 第一欄什麼就是你的小作業有多少 你交了跟沒交 你交了跟沒交 交了就打勾 沒交就空白 第二欄就是你的那個讀書心得 交了跟沒交 第三個呢 就是你的那個集體作業交了跟沒交 第四個你的讀書 那個認識同學交了跟沒交 全部都交了打勾的就是A 如果你讀書心得多讀了很多書 甚至寫得超級好 就是A加 如果你讀書心得混得很兇 或者寫不出什麼東西來 你也沒跟我講 那就是A減 然後每一個作業做得不太好 都是減 兩個減就掉到下面一格 就這樣 懂嗎 然後你要一個作業沒交 那就從A掉到B 從B一起跳 然後兩個作業沒交 從C一起跳 但是那是指小作業 你的大作業盡量沒交就不及格 期末考沒來不及格 沒拿講義 期末考的時候要檢查講義 這是我從那個素神告訴我的故事來的這樣 檢查講義 我希望這些講義你是街上買不到的 這次這個開放課程 我要把所有講義放上網 我說你不怕別人偷去嗎 老子說 紀遇人 紀遇有 他偷明年我還會有更多 他只能偷我今年的 這是你想他偷 你想另外一個 他願意把我的想法去普及 這很好啊 所以我就這樣一念之轉 好吧 那就上電視吧 反正可以Photoshop 到時候嫌不好看 我們就換上什麼人的臉這樣 這是做得到的 好 這是有關作業 有任何問題嗎 要修人這作業都要做 交作業時間只要持交 持交就不及格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要非常的嚴格控制作業 交交 腳交向 都用紙本不准用電子 電子叫什麼 電子檔 對 為什麼不准用電子檔呢 據有人告訴我 他們會你們的同學 有人就會交了一個作業 然後我們打不開 然後說 老師你打不開 那我再記一次給你這樣 你就多拖了一天 你知道現在當老師很辛苦啊 都得了解學生會做什麼事情 當然不是所有學生會做 但當一個學生做的時候 我們這當老師的就會被警告到 你知道嗎 小心啊 他們叫電子檔你要小心啊這樣 所以我希望你是尤其小作業 你用手寫也可以 但我希望你是放在電腦裡面 這樣子表示你有認真想過 不要當場來了再當場寫這樣 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先跟我講 先跟我講有些問題都可以解決 或者我可以告訴你我為什麼這樣想 我如果對你有些看法 我都會很誠實很直白的告訴你 絕對不會欺騙你 但是你假如不跟我講 到最後才跟我說老師 我這學期失戀了什麼 到時候講都來不及了 事先講都還有補救的可能 像外籍生 交換生有些人要先回去 那我就知道你可以先回去 你作業只要都交了 期末考沒考位可以給你過的 或者我可以給你一個私下的期末考 有沒有問題 那個認識同學問那三個問題 是隨便要問什麼問題 你不能問電話號碼 對不對 這太明顯了 不能問地址 這也太明顯 MSN號碼 這都太明顯了 問這幹什麼呢 你最好當然跟這門課有關啦 對不對 但是我不知道你會問什麼啦 所以我並沒有規定你說 你為什麼要修這門課啊 你覺得老師帥不帥啊 這個你可以問啊 但是我覺得這題目都看不出你的程度啊 你要問出能看得出你程度的問題啊 那我一舉例的你就會變成那是標準答案 所以我不願意舉例就這樣 我的課常常不舉例 是因為我想知道你們可以到達什麼邊界 是我想像不到了 我最後小作業我在下禮拜就告訴你 我想像到的最遠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你們不能超越我 台大可以關門啊 你們都不必念啦 我們是一個群沒有希望的人 我們的希望可能在教室外面的人 上我的課盡量馳騰你的想像力 不要害怕被懲罰 別的課的老師可能會懲罰你 我不會 你越有想像力我越喜歡 因為將來這東西是你一輩子的東西 答案不重要 因為答案可能將來都會被超越 Wikipedia可能有更完整的答案 我現在就叫我的學生去搶佔Wikipedia 他們的作業博士班作業都在Wikipedia上面 我說我們能做得比Wikipedia更好 我們為什麼要我看到作業呢 你們的集體作業一定會做到讓人驚豔這樣 我的另外一門課社會學丁的作業是發現台大的問題 然後想解決的辦法 譬如腳踏車 譬如考試作弊 腳踏車已經好多人做過這樣 我也有我的想法這樣 不過這堂課不是講這個就不講 我有非常多奇怪的想法 我猜我跟小叮噹應該是同一個世紀的 我大概就是你們祖先派來說 不要讓我們祖先那麼笨啊這樣 我所插的就是耳朵還在 他不是藍色的這樣 所以要 欸 史晴 如果有人在這堂課拖團的話有加分嗎 什麼意思 是因為 拖什麼團 因為這堂課告就是告別單身的生活 單身生活的話那還要加分啊 就是因為這門課就是你說要認識所有的同學 然後他可能因為這樣子就是告別單身生活的話那還要加分啊 你不覺得這如果你已經告別單身的話 你應該怎麼樣感謝我啊 還要我給你加分 你應該想的辦法是怎麼答謝這個恩人啊 你還不了解我將來死後我要禁足什麼工作 我要禁足月老那個位置啊 所以將來你們有了小孩對不對 擔心小孩子就那個問題 或但你們到時候沒有人結婚 就要結婚結不了婚 你就到廟裡去看 一看 唉唷 孫老師 然後你還要求孫老師給我加分吧 同學 這就是你們的邏輯跟我是完全不一樣 好 我再剛告訴你另外 解決問題還包括人家幫你解決問題 你要知道答謝啊 懂嗎 啊 你要替古人就是替孫老師立個聲詞啊 聲詞就在這普通教室旁邊 就寫個孫老師感謝的杯 懂嗎 然後後面寫這個杯子怎麼來的 就把劉公俊抄一下這樣啊 聲詞什麼意思不知道 然後每次經過就這樣鞠躬 然後學弟學妹看都鞠躬 覺得這一定是什麼人就鞠躬 然後將來就變成歐趴杯 你知道嗎 只要這個鞠躬每個人都會趴過這樣 我要講歐趴這個故事 你們的思考邏輯真的很奇怪 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同學 準備了一包糖 我以為是給我吃的 老師那麼胖不是沒道理的 呵呵呵 聽說穿這件更胖 我的學生覺得老師你這樣站 根本就像鞠躬 什麼話呢 好啦 我說這是什麼糖啊 他說老師歐趴糖 我從來沒聽過 我那時代沒有 我一年這個學校的開什麼玩笑 我沒聽過歐趴糖 我說歐趴糖是幹嘛 讓學弟學妹爛牙嘛 然後就可以請教 他說老師我今天要去植牙 沒辦法到植牙中心去植牙 植牙中心不植牙的 你知道啊 學校有個植牙中心 我說台大學已經牙爛到這地步了嗎 我已經瘋狂到不行了這樣 好 他說就是讓學弟學妹呢 能夠祈禱他們考試都過關啊 就送他們歐趴糖 我說你們這人正本不清源 考試都要過關關鍵在誰啊 老師嘛 你看你就對了 這人就值得加簽 好 受醫系 受醫系 受醫系啊 我家有貓跟狗 好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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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這是什麼 百萬小學堂嗎 搞清楚啊 這節目不是那個節目 好他就 非要就是老師 你歐趴糖送學弟學妹幹什麼 你們應該請學生會代表對不對 在那考試期間根據老師的興趣 就送老師歐趴茶 茶包括咖啡啦 糖啦對不對 或者貓啊 狗啊對不對 看老師要什麼 投其所好 這才是歐趴的意義嘛 老師高興了誰做歐趴嘛 那你學醫學妹吃了不就爛牙嗎 懂嗎 這個你們的邏輯很奇怪 所以萬一你拖團了 現在我終於知道 萬一你拖團了 你知道這不是加分的問題嗎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我住哪裡 你們這些人不知感恩圖報啊 難怪你們有這個悲 難怪你們會現在那麼苦啊 報應啊 報應 我這本課跟你拖不拖團沒有任何關係 我先聲明一下 你這本課不是來交朋友的 所以你不要給人家壓力 人家願意跟你聊天 有的時候就是因為這是一個作業 我只是製造一個機會 不要強迫人家說同學我想問你30個問題 那你把人家逼煩了你這堂課只有不及格 如果任何人覺得對方是騷擾你可以告訴我 你覺得對方是騷擾你先告訴他 同學不要這樣問喔 你這樣已經到騷擾的地步 你要告訴他先告訴他 講三次不聽你就告訴我 那樣的話你就拖團了 拖這一團 我們這一團 了解嗎 要以誠意 要以誠意 你是做作業為主 如果真的碰到人生中會跟你走玩人生比程的人 你該感謝的是我啊 所以將來你要問說月老你要投誰票呢 你就孫老師 當然孫老師懂嗎 好 到下禮拜之前 下禮拜的小作業 既然你講到去參觀兩間廟 我不是要你去參拜哈 你是基督徒你也一樣可以去看廟 這是參訪 懂嗎 參觀 兩間廟一間是龍山寺有月老 不過你在龍山寺找月老要累一點 因為龍山寺最旺的不是月老 文昌帝君比他旺 不過因為現在考期過了應該還好 不然的話考期的時候龍山寺的那個很可怕 我有一年帶捷克學者去參觀廟 因為我覺得廟可以代表台灣文化 結果我就讓他們去參觀龍山寺 我帶他們進去了 我說要走右邊進去 現在有寫入口跟出口 為什麼要從右邊進去 這就是你的文化水準 右邊進去以後呢 我就看到那個一群人拜準考證 我就問他們請問你們猜這是幹什麼 我就類似百萬小學堂你知道嗎 捷克的社會學家一看馬上就搶答 這就是祭拜死去的讀書人 還好他們講的是英文 龍山寺那時候懂英文人不多 不然的話我想我會跟他們一起被打出來 為什麼這樣 他們說廟裡面當然跟死有關 跟神明有關對不對 然後這些人都貼著照片 就代表他死了啊 你看他的邏輯 還好我不到捷克教室 我到捷克教室 可能會常常走錯廟這樣 他說所以呢這些祖書人死了啊 所以這些你看他拜的那樣的神情 還注意到神情都很優妻啊 然後我說不是是拜準考證 我檢視了一下 這不太容易準考證不太容易的 這翻譯不太容易 然後他就說 可是考試是公平的事情拜神有什麼用 我覺得這句話該翻成中文 打出字幕還叫它日文字幕 考試是公平的事情拜神有什麼用 那大家都去拜 那還要大考中心幹什麼 變成拜拜中心嘛 這寡筊嘛 寡十個小筊都是你的啦 對不對 才大二十個小筊才有你 我們就派人來看二十個啊 連續哦 神明不叫你念嘛 你回去 酷吧 大考中心全部就改成廟 這才是正途嘛對不對 你到時候又不考 怪大考中心出題太難了 這個什麼跟生活無關了 如果講了一堆 何必呢 我要是當台大校長 第一件事情把大考中心改成廟 收香火錢 你們完全不用學費 你不知道廟多賺錢啊同學 還有獸醫多賺錢啊 沒有健保 我們那種養的人 我們養的人全部都 他三萬 他十萬 他死了 再買一隻 實際上最傻的人就是買這個動物的人 做動物交易的 好了 所以這個參觀第一間廟是龍山寺 旁邊有很多好的小吃 但是不要到公園去惹那些遊民懂嗎 不要因為你的奇怪的立場到時候上新聞 然後你幹嘛我在做愛情社會學的報告 怎麼會到那去呢 那是另外一堆人去的 不是你們去的 那是搞社會運動的課的同學去的 或者社工的人去的 另外一個廟叫峽海城隍廟在迪化街 這都附近 廟附近都有好吃的東西 如果你願意把好吃的東西分享給同學 那也不是這堂課要做的事情 不是 那個迪化街的那個峽海城隍廟非常小 請眼睛張大 不要一不小心就走過去了 他說阿廟在那裡哪有啊 你在那兒 那還有一間很老的屈臣室的那個招牌 就是屈臣室 那邊又是南北或集中的地方 這個作業要在下禮拜之前完成 下禮拜你要帶著你的小作業來 不管你有沒有 你要加簽的人特別要帶來 表示你有做 那作業的形式不居 不居懂嗎 你可以有圖片可以沒圖片 你們現在有網路很方便 有照相機很方便 然後有人用彩色印刷 有人不用彩色印刷 這沒差 我不會要求你的經濟狀況不一樣 我不會要求這個 瞭解嗎 選上的人跟沒選上的人這都第一個作業 第一個作業是車院你有沒有心意要修這門課 還有你到底適不適合修這門課 你如果不好好修的話不必了 一個車院你就可以告訴你自己 我不想做這個課 別不要 峽海城隍廟跟龍山寺看的是月老 然後順便告訴你另外一個台灣族群的小故事 在峽海城隍廟裡面 你去找到廖天丁那個像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去的人很少 那旁邊有一個小的牌匾 一個牌位 寫了十幾二十個人的名字 你看看那個匾在幹什麼 這不是作業 但是我希望你去看一下 你既然到那裡 那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小這樣 記住 如果你不是要求什麼的不要亂拜 到時候你可能脫團了 當爸爸了 不要期待我能送禮 好這是小作業一參觀訪問 如果你要修這門課的話這才開始 這堂課還沒結束 所以結束前會不會有小作業五 我就不知道了 好剛剛有人說我可不可以寫我們的信仰的 這個是月老崇拜的調查訪問或參觀訪問 所以跟你信仰什麼沒有任何關係 我也不太在乎你信仰什麼 我這門課是我教你 不是你教我 所以呢 你就去參觀 如果你真的有信仰不准讓你進廟 我希望你不要修這門課 因為這門課可能還有別的事情 也是你信仰的時候拒絕的 我希望你知道這個難處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研究 嚴格來講 是叫你去看月老崇拜現象 因為這台灣人很多人相信這個事情 有些交換生來自其他地方 可能不一樣的風俗 如果你是統一教的話 我就叫你去參觀 到底你們教的人是怎麼結婚的 這邊還有很多奇怪的作業等著你 還有很多奇怪的作業等著你 因為剛剛大概有40個人沒有講義 所以我拿去印了 所以我現在手邊沒有任何講義的東西 然後這電腦又沒打開 我也看不到我的紙本 我的那個講義 所以我現在憑記憶來說 作業是這樣 對 有人問我說老師你有沒有Facebook 上面有寫對不對 老師有Face 老師有Book 就是沒有Facebook 為什麼沒有Facebook呢 因為名字取得不好 你們Facebook都幹什麼 都看Face 然後都登一些不太相關的東西 那要那個幹什麼 很多人還不敢用真名字 然後照相的時候再搬一張臉 或者照自己的背部 那幹什麼呢 你還要交朋友 你其他在網路世界上交到真心的朋友 結果你付出的是什麼 假意如何患得真心呢 所以你真的要有 你就是Hardbook 日本說的心 不是Totoro 老師那麼胖Totoro Cocoro 你要用真心啊 這堂課你學到最後其實沒有太大的秘密 就是那個真心 真心不一定換得到真情 這堂課你慢慢你只要沒堂課你就看到 孫老師的真心換來的假意這樣 老師怎麼能人那麼少 而且聽說因為要尊重你們的肖像權 所以不能趁一往前照 不然的話我就叫他們 第一堂課先進來掃一遍 沒來的就是不急 就是沒出席 沒出席 懂嗎 聽懂了嗎 老師也是會生氣的 老師剛回來教書的時候氣得要死啊 覺得我帶了滿腹的學員 從西天取經回來 我們還姓孫 這取經更是不得了的對不對 取經不是有個姓孫的嗎 我們不是姓唐的那傢伙 結果學生竟然都不appreciate 都不來上課 老師就生氣了 就在課堂上大罵 破口大罵 結果坐這個位置的人 低著頭就跟老師說 老師你要罵的人都沒來啊 我就恍然大悟啊 就像被金箍棒打到一樣 從此以後不罵人 雖然很傷心 但是不罵人 記住 所以我不會罵你的啦 剛剛講那些人是因為那些人很熟 因為我的同學已經是 某種程度的粉絲團 粉絲一團已經上過一門課了 叫粉絲一團 你們很多人是從粉絲零團到一團 曾經有同學幫我在Facebook上設過粉絲網頁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結果後來我就告訴人家說 我又有粉絲網頁 結果所有人都查不到 這叫真心換假意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那個世界這樣 所以你如果要跟我聯絡就用email 如果你要找我 因為我很少來學校 然後現在很尷尬 就我今天連研究室都沒進去 因為現在教室在這裡 以前教室在我的研究室上面 我就可以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然後我到了 現在這裡我就很尷尬 我要回去一趟跟來一趟 很麻煩 你說老師騎腳踏車 我不喜歡騎腳踏車 因為騎腳踏車會撞到人 我有一天在校園裡面 一天連被兩個人撞 有一個就在小福前面 他就這樣 啊 然後我就啊 然後 然後就砰就撞上 撞上以後呢 然後腿其實有點痛 但是那個女同學一下車就說 學長 你有沒有 腳有沒有怎麼樣 我一聽學長兩個字 痊癒 要懂得犯錯 但也要懂得補過 懂嗎 啊 這會讓傷害 顯到最低的地步 懂嗎 啊 所以 我後來就不起腳 這也是這樣 然後我非常怕過馬路 尤其在上 那個12點鐘的時候 在那個綜合教室前面 那根本就是地獄之門嘛 那怎麼過呢 以前有那個電動玩具 玩青蛙過河的 那我過得了 那個馬路我過不了 我覺得台大學應該發明一個電動玩具 給我們的老老師 那個綜合教室路口過馬路 很可怕的 這學校真的是很奇怪的學校 一堆最聰明的人在這裡 結果什麼問題都沒解決 連腳踏車問題都解決不了 我有很多方案 包括校園 我都覺得像我們這種老師 年紀大了 就應該有鑽車接送 不是有那個 你都有看過那個農場 有那個高爾夫球車嗎 我們這種老師一看白鬍子就說 老師 台大為您服務來 您坐上來 我就坐上去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可以 我就看 大家就看 這是誰啊 台大名師啊 前一百名有他啊 這是我 前一百名有我的 好 那這堂課的作業是這個樣子 還隨時有小作業 我先預告會有什麼小作業 什麼時候那個 第一個會叫你去想一下 你如果有三個月可以活 只有三個月可以活 你要怎麼辦 怎麼安排 另外一個呢 是叫你訪問你爸媽 他們當初怎麼談戀愛 跟怎麼結婚的 如果還有後段 就是他們後來為什麼離婚了 這個作業非常深刻的作業 你可以不交 你可以不交 然後要有爸媽的證明 以前第一次交 就指定的作業沒注意到這一點 被學生很難過的說 老師 我這作業沒辦法交 我說為什麼 我爸罵我 你休什麼探人隱私的課 你是 所以萬一你爸媽給你這個反應 你就寫說 我爸罵你說你探人隱私 我不會灌在你頭上 我會灌在你爸媽 爸爸頭上 懂嗎 我會詛咒他 我當月老的時候 我會詛咒他 現在我是沒辦法的 所以那個作業可以不交 但是 這個作業非常重要 在你爸媽拒絕之前 你要告訴他 第一個你在修這門課 這門課很難修到 很難修到 修到也很難 這是雙關語 很難修到 所以很重要 第二個 這個問題對你非常重要 對你這一生的情感生活 非常重要 我們在課堂上會告訴你為什麼 有學歷根據的 你爸媽的感情不好 基本上他對不起你 基本上他對不起你 因為你要感情好的可能性 已經被他們兩個的問題搞壞了一半以上 所以我願意教你們是因為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愛情是可以教可以學的 可以改正的 可以改正過去人類蒙昧的錯誤 因為沒有學習覺得這東西時間到了就會 在一起了就會產生感情日久生情 這都是錯誤一篇的概念 二十一世紀人類不應該再相信這種錯誤的事情 我那個世紀人就不相信這個 考試可能會有個題目 請問老師來自哪一個世紀 所以這是兩個可能的小作業 還有一個作業會叫你去 好 這個作業就是今天的另外一個小作業 下禮拜之前 在台大校園內找三對情侶 看他們在幹什麼 好 這個作業不回答任何問題直到下禮拜 有同學要記住我下禮拜 我上禮拜到底決定了什麼作業 因為所有的作業在下禮拜 小作業在下禮拜都會回答你 好 那小作業完了就那些作業 我剛剛講的那個作業希望你不要遲交 好好計劃你的生活 你修這門課不是只是為了 這是一門熱門的課而已 你應該想到這是一門 你生命中的課 我花心思來準備課程 我花心思準備教你們 你們也應該花同樣的心思回報我 好好地修這門課 這樣這門課是最有意義的 修我的課我不用擔心你不懂你不知道 就是因為你不懂所以我要教你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所以我要教你 所以你不懂你不知道是起點 不要害羞 不要裝作你知道 你本來就不知道你就說你不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後 你才有知道進步的空間 知識非常廣泛的 老師的講義也只是讓你看到 全台大最聰明的一個人 前100名之一 他能夠想到什麼 這門課是我獨創的 你要去找參考書很難找 教科書基本上沒有 或者有類似的書你有空去看一下 他都寫些什麼我都講些什麼 我的幽默社會學也是一樣 有類似的課本你看我講什麼他講什麼 你們剛剛已經聽過第一堂課 那只是九牛之一毛 所以作業或者這個課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好好好的來上課 你生病你就不要來上課 別人傳染別人 但除了生病以外傳統的理由都還可以 其他的你就是來上課 你不來上課你就不要修這門課旁聽最好 看電視更舒服我已經講過好多遍了 因為每年我都非常的困擾 為了加遷這個問題 我真的非常困擾 如果可以我真的願意加遷所有人 我在體育館上課我都願意 可是真的有30%到70%的人 是不適合修這門課的 在這個時候 我之所以願意錄影是因為萬一將來你真的有空 這個時間你不是很好修這個的時候 也許有一天你時間到了 你再來聽這個課的時候 希望任何一堂課能夠讓你積極的想來 然後某種程度會讓你感動到你覺得 你要做一個更好的人 這堂課目的就達到了 不管我在哪裡 好 這堂課的進度 第一個就這一週對不對 這一週就是講這一些 等一下會稍微介紹每一週的情況 第二週是談基本問題 談基本問題呢 你如果看外國人的書 當然都會告訴你外國的love什麼是什麼意思 不會告訴你中文裡面大概是什麼意思 今年跟去年不太一樣 今年多了一個這個字 老師呢平常很喜歡看書 我的朋友有人誇獎我是博學多文 我聽完好高興這樣 所以我決定墓碑就課博學多文 連到歷世界去都去了這樣 這就要教你的一個心字 包括我自己學的 這字打不出來 無心 它不是無心 它是心的 這字就是古字的愛的意思 我們現在的這個愛呢 古字也有 說文解字裡面有這兩個字都叫愛 這個字呢 下禮拜會有講義 我先告訴你一下 這叫行貌 走路的樣子 它這貌寫得像兒一樣 這個呢是慧眼 恩慧的慧 許勝的書文寫字有 我以前看到愛跟走路有關我大獲不解 愛怎麼就跟走路有關呢 你現在說同學我們等一下愛一下吧 什麼意思 我走回去啊 老師我們等一下愛到大門口 這就尷尬了 上這門口說你在講什麼呢 這個貨呢 直到有一天我到德國去進修 碰到另外一個老師也是教這個的 全世界我們教這個老師都是學生很愛 然後同事都比一的人 同事呢 你教那個騙小孩子這樣 是嘛 隨便你啦 你高興就好 結果就跟他聊天 他的英文不太好 我的德文不太好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聊天 你看這人就奇妙 然後我就問他愛大概是什麼意思 在英文裡面 他說呢 愛呢在歐洲中古的時候 拉丁文愛就是走路在一起走路的樣子 不會吧 你們超許慎的 他想說啊 喜慎 喜慎那就是到喜慎中心嘛 所以走在一起的樣子 他說啊 有一天呢 我就想要讓同學做一個小作業 這個你們不必做 因為這作業你們大概想不出什麼新玩意兒 就說同學你可不可以去訪問三個人 然後最後你自己做這個答案 你們去訪問三個人 問他們 如果幸福是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什麼樣子 懂嗎 幸福的圖像 什麼是幸福 用圖來表示 不要用言語來表示 哇 大部分同學 大部分同學 當然少不 我比較記得的 大部分同學都想到大冒黑瓜那個廣告 老伴 明天吃素 兩個人手牽著手 對不對 只照著背影 沒照正面 昨天我剛好跟有一個板太龐丁同學聊天聊到這個 他說老師 這不是很動人嗎 不僅就是動人啊 這還動到同學啊 有個同學當場就說 這是在又回到前面 像電影一樣 兩天前 然後在24小時前 那個上課就有個同學說 老師我有一天看到我們班的同學 爸媽牽著手來陪他走出校門 帶他回家 他感動到不行 我就愣在那裡 我說龍翰國小的時候嗎 他說不是 台大的時候 我說台大的時候 他爸媽還要來接他放學 台大是多可怕的地方 你覺得這是幸福 我覺得這是代表爸媽的沒安全感 然後我們兩個師生互相對 覺得你有問題 共同的想法就是你有問題這樣 所以這是幸福的圖像 然後再回到昨天 昨天同學說老師這問題在哪裡 我說問題是我沒看到他的臉 我沒看到那幸福的表情 你看到一張手就幸福了嗎 兩個人手接手就幸福了嗎 想一下 當然我只是讓大家知道 好多事情在台大課上都是你沒想過 我想過好多遍 好多遍 好多遍的 所以想到很多人奇怪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空 不用交作業 你回去問任何一個 問你說你今天上課怎麼樣的 你問他 那你的幸福圖像是什麼 要對人有好奇 懂嗎 你的幸福圖像是什麼 如果他還講大毛黑瓜 這就是沒有創意的幸福 也有一些別人的幸福 有一天有個學生問我幸福是什麼 在有一年一堂課 我就掉下了眼淚這樣 那堂課就不能上了這樣 老師有很感性的時候 老師是那種看電影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看電影 然後哭的人是我 不是我太太這樣 然後他要說 你太太哭了 不 是我這樣 連看機器人瓦利都會掉眼淚的人 所以同學如果看機器人瓦利會掉眼淚的 你跟老師是同一國的這樣 真的還看什麼禮約大冒險 你也會掉眼淚 那也是同一國的這樣 老師是很容易掉眼淚的人了 不然眼淚用來幹嘛的呢 眼淚就是用來幹這個的 當你是人的時候 該難過你就是會掉眼淚的 好 所以第一個禮拜呢 我們會談基本問題 包括愛的定義 還包括跟相關的名詞 古人不講愛的 古人講愛也不是這個意思的 古人講情 一直到明朝末年 有一個有名的這個通俗 我們現在可以叫他通俗文學家 馮孟隆 馮孟隆呢 他編了一本歷代的愛情故事 就叫情史不叫愛史 愛大概是五四以後 才變成紅起來的 有時候叫愛情 有時候叫愛這個字 那愛的範圍也很廣泛 我們在第一堂課都會說 所以這堂課會加入東方的部分 在講世界各國故事的時候 我會講很多中國的故事 還會講日本的故事 那因為印度的東西我看的比較少 所以印度故事講的比較少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 再不應該分中外古今這種東西 就是人類的歷史 我們才能迎向這個世紀 各位同學 你不要以為你是二十一世紀人 你在做的事情 是為了二十二世紀來做的 要朝向未來的思考 不要朝向過去的思考 這樣你才有光明的未來 要朝向未來的思考 不要為眼前的小事情感到難過 感到憂傷 還很多長輩都在騙你 我們當右邊人都在騙 都被長輩騙的 我從年輕的時候被騙到現在 我發誓就是我不騙人 我也不騙特別不騙學生 所以從教書開始 教書開始 那基本問題大概還有很長的那個 就把基本問題談完了 我們才會進入愛情的幾個理論 那我的那個題目叫愛的分析 好像有兩個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因為那個理論常常像去年教完以後 我又增加了一個部分 那我今天這幾天借了那個 國外出的百科全書來看 因為我以前都自誇我的學問是世界一流 整個台大要邁向世界一流 我在那邊等著各位 我在第15公里處等著你們 你們才從0公里出發 為什麼我們要自居世界二流呢 邁向世界一流就是你是世界二流啊 我念的是什麼學校 我本來今天不想穿這件來 我想穿另外一件來 騙你們說我是那個學校畢業的 快發現那個學校也沒什麼 最近很多學生作弊 幹嘛呢 對不對 那就不必了 我是世界一流的學校畢業的 所以我教你們的也是世界一流 我期待你們也是世界一流 外國人常常只懂英文不懂其他語言 我們懂英文也懂中文 我們還懂別的語言 我們有世界一流的條件比他們更多 所以這個我希望大家也以此致免 不要因為我們在台灣念書 你就覺得這個學校好像全世界排名第幾啦 邁向百大 我們還要離香港很遠啦 離哪裡很遠啦 離最遠的就是你的心啦 這跟談戀愛一樣啦 這門課無種程度是社會生活的映照啊 那這個愛的理論有非常多 那我看了一下新出的書 那個新出的書還沒有我講得多 新出的文章 他介紹愛情的理論比我講義差太遠了 你如果有興趣你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你認為我會講的會比 現有的西方的知識來得少的 你真的不必修這門課 因為你真的在世界一流的教室裡面 給世界一流的頭腦教的 世界一流的準備 這是你們要修這門課最重要的理由 也是我要教你們最重要的理由 你絕對可以做到世界一流 而且你現在正在感受到 所以三堂課介紹那個 那強烈會看心情啦 有時候老師也有心情的起伏的啦 第一個禮拜因為整個暑假沒有講話了 你知道嗎 這第一禮拜會非常非常的嗨 第二禮拜以後呢 會隨著學生人數的減少 然後嗨度也會跟著減少 有一個叫嗨度的東西 嗨 how do you do的簡稱 嗨度 然後你要習慣老師的笑話 抱著輕鬆的心情 像談戀愛心情來上課 輕鬆的態度做你的作業 然後認真的學習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後每次出去 要覺得每堂課都很有收穫 很有收穫 這才是你學習的重要意義 你人生也應該是這樣 愛的那個理論講完以後 因為以前擺在最後講 我是教理論的 我最不喜歡先講理論 因為講理論大家都覺得 那就一切答案就在那裡了 不 那只是一個開始 很多人把理論當成終點 這是我覺得很可怕的地方 end point 不是middle point 終點 那是很可怕的地方 所以我們接下來三個禮拜 或三個討論的題目 會講到愛情的開始 維繫跟結束 以前我一直希望教的學生 是失戀的學生 因為這樣子我講什麼你都懂 因為你level 1也待過 愛情開始前 維繫你也待過 結束你也待過 我們在on the same page 我講話你了 你講話我了 老師失戀的次數絕對不雅於 這要怎麼比 對不起 刀帶 老師失戀次數很多 自我剪接這叫做 可是有的同學說老師 可是我們就是因為不懂的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進入啊 你要讓我知道啊 你要讓我了解啊 這教學的目的啊 你指之毛弓指之頓 老師頓時啞人 說得好啊 真是那麼聰明的人 真是不容易啊 然後呢有一年 有同學就問我 既然到這個就有人說老師 你那麼有經驗你上那麼多課 不如教我們成功的告白術 聽懂了嗎 不要去看告白那個電影 跟告白一點關係都沒有 嚇死你 我至少是這樣去看的 嚇得我差一點點 沒有名字可以取了嗎現在 蛤 他可以叫告紅啊 因為有時候就一堆血在牆上 這是搞什麼呢這是 好可怕 這世界已經不是我認識 我出電影院還看 我有沒有看錯場啊 我是不是 我靠對不起啊 好這要講什麼呢 被嚇了你看失魂落魄 要把魂收回來 成功的告白術 成功的告白術 你要問老師老師哪知道呢 老師你追過師母 對你既然講到這個 就是老師的傷心點了 你踩到弱點 老師曾經非常驕傲的問過師母 我現在開藝衆社會學 有學生問我 到底當初怎麼追到你的 怎麼給我一個說法吧 我回去告訴學生 他也說你真的要知道 當然要知道 我瞎了眼了我 他不是用這個語氣 老師有時候為了增加教學效果 師母不是那樣的人 OK 每天哪一天你們真的看到師母了 老師你騙人 師母是溫良公點讓 對他好像不是那一班 他好像是其他班的 他也是溫良公點讓那個學校 我們好吧你下課問同學 這有時候有典故的 就是交換生來這裡可以學到很多地方 你常常覺得很多典故你都聽不懂 明明是中文為什麼都聽不懂 這就是你要問別的同學 或者可以來問我的地方 好啦那我就説誠實告的同學 對不起師母說要瞎了眼啊 你也去跑一個瞎了眼的同學吧 也許他會愛上你 老師你不要這樣你要認真一點這樣 我最常被學生指證的就是老師你要認真一點這樣 這什麼態度啊 我是老師耶 對不對這通常都是老師罵學生的話 好那我就回去想我要怎麼樣認真一點 我說好各位同學 我一直想不到小作業要做什麼 終於想到了 所以後來有人不太敢問我問題 就怕一問變成小作業你知道嗎 遺骇大眾生 我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想修這門課 我也想教你們 但是你們要表現誠意 這樣子好了下禮拜來之前 錄一個15分鐘的MP3 跟你假想中心愛的人告白 馬上全部嘩然啊 有人就說15分鐘 那麼長 有人說15分鐘哪夠 了就一堆這樣 耳機比論 然後我都沒辦法上課 我到底怎麼樣 我就拿出殺手鍵 反正我前兩個禮拜都有殺手鍵 後兩個禮拜都不見 就殺手不見 大家都殺手不見 我就想說下禮拜應該沒有人來修了嘛 這個作業不是很多人覺得無聊 做不出來什麼麻煩 就下禮拜來的人比第一個禮拜還多 我嚇死了 我說同學你要加金嗎 不 我來看熱鬧 聽說你們 這是台大你來看熱鬧 你以為是太陽馬戲團嗎你 你要付錢嗎 看熱鬧 他不是聽說你們今天要那個什麼告白嗎 我要看有些人教什麼 那個人也旁聽到 旁聽的學生常常是最認真的 說愛收旁聽生 我會開一門課專收旁聽生 他們都來啊 反正對我沒差嘛 對不對 好 結果我說好同學 我找一個同學幫我整理那個15分鐘的MP3 那個說太長的人都這樣錄了 然後我就說那我們不用錄名字 你可以變聲 因為重點在於內容不在於誰講的 我就模仿其中一個第一個 我非常記得清楚的第一段 那我說15分鐘 上課前15分鐘 反正來的人很少 我們就放袋子 放那個MP3 結果呢 第一15分鐘是這樣 我先描述幾分鐘這樣 我想在看A片還是怎樣 這是什麼聲音啊 對不對 好 這個人就模仿登陸月球人說的 1 2 3 4 test 1 2 3 4 test 我想這段該剪掉吧 這也湊數 我現在在墜月湖板 你鬼騙了你 墜月湖板那時候聲音很大 大家也都 因為這堂課都是開在這個時候 每年這時候 你可以去實況再去重溫一遍這樣 同學 講話好犧牲這樣 真的像鬼片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是鬧我的 同學 我喜歡你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這樣好了 陶澤的歌很好聽 請你聽一下 然後就馬上就說 收錢收 我們一起走 這樣 好 三分多鐘就結束了 這是過場嗎 同學下一首也很好聽 你幫陶澤打歌 你知道 所以放完以後 很多人臉色批變 然後有人笑一聲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把我的MP3拿回來 我重做一份 我說為什麼 老師我也放陶澤的歌 所以陶澤紅 我跟我有點關係 懂嗎 因為在班上等於緬被給他打歌 結果我們大概聽了14個禮拜的MP3 14段 結果沒有一個人 我就快投票 你聽完14個禮拜 你覺得會不會打動你 跟這樣的人交往 沒有一個人希望跟這14個人交往 我說好了 我們至少知道有14種不成功的方法 至於成功什麼方法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這作業我一直沒敢再做 因為又怕 很可怕的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同學我也對得起你了 你要問怎麼樣告白 我也幫你去 這叫什麼 求廣 這個名字維新叫廣求知識於世界 老師已經廣求知識於台大最聰明的一些人 還是我的課其實都是 對不起啊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說 下次要付這個IQ證明 或QR Code都可以隨便 QR Code可能資訊多一點 好可怕 所以老師常常就是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那怎麼辦 那我就告訴你我不知道 就太不負責任了 這只有蘇格拉底這種人做得出來 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西方人就是這樣就垮了這樣 哪能這樣 不知道 你要想辦法怎麼樣去求到知道 這才是老師的那個對不對 所以蘇格拉底讓開 我來做 深夜在加油站碰到蘇格拉底 你見鬼了你 深夜在加油站碰到蘇格拉底 你看深夜在加油站碰到孫老師 這才能長知識碰到蘇格拉底 不要問他他什麼都不懂 孫老師懂很多事不懂他就幫你問 好 所以這個有時候有些小作業就是因為有人問我 我實在困擾到不行我就來問你們 包括蘇格拉底那個事情 然後我自己就蘇格拉出了一個英文的笑話 非常冷的笑話這樣 好冷後來聽說有上哪一個地方的報紙這樣 就蘇格拉底這個英文這樣 有人覺得好有趣不知道為什麼 這世界是個奇怪的世界 然後這個三個禮拜講完了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念書 我不是教你知識而已 我要告訴你很多錯誤的 一般人錯誤的訊息 然後我們來思考 如果沒有真正的調查 我們來思考一下怎麼樣 怎麼樣可能是正確 不是所有錯誤排除正確就出來 不是這樣的 然後愛情這種事情更是困難 因為有時候在某個時代是正確 在另外一個時代看起來就很愚蠢的 所以老師就得被很多學生建議說 老師你要不要去看這個電影 老師你要不要去看那個電影 然後看完可不可以跟我討論 是誰是老師啊 所以我就像我最近呢 就被學生說 老師你有沒有看過愛情這件小事 我說什麼片 泰國片 我說不要 鬼片 他說不是 老師不是鬼片 我給你保證不是鬼片 是很蠢的片子這樣 我說蠢還是蠢啊 蠢跟蠢一音之差嘛 都一樣 結果我就很認真的在家就看了那個片子 中間當然有睡著的地方 起來還接得上 因為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 我睡覺的時候他很醜 我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很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知道這樣 好 那也有人說老師你有沒有看過韓國片 我說哪一片 叫做建築學概論 我說我教的是社會學 他說老師好看你去看 我一看 民主主角真漂亮 我希望我是韓國人 呦 惹到民族主義情緒了 這段應該刪掉沒有人笑 我們應該把罐頭孝頓加進去的 這樣都是熱場 然後忽然間冷掉 這不是很難看嘛對不對 好 那這個愛情的開始結束最多人問 就說老師我要怎麼樣 跟我不喜歡的人怎麼樣 或者我要怎麼樣跟我喜歡的人怎麼樣 跟自己不喜歡的人 或自己曾經喜歡的人結束 這點是最困難的事情 很多單位邀請我去演講 就講分手的藝術這樣 顯然分手沒有科學 只有藝術可談 台北監獄從來沒邀請我去講過 因為分手然後最後進監獄的人 也不在少數 你在看社會新聞常常有 分手完了他就進監獄了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到另外的世界去了 這樣 這都非常悲哉的事情 所以在愛情的結束之後 我們有一堂課專門教你愛情與偏差行為 是不是 有嗎 那堂課原來是擺在最後教的 那發現這個問題擺在前面講 可能會好一點 對各位的生活可能會有一點幫助 包括你是要進監獄的人 或者你是要進天堂的人 這都是很好的那個 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實在很大的困擾 不表示我沒有 我有很多現成的答案 但是我不知道那現成的答案 適不適合你們 有一天呢 以前我住在學校附近 我很晚回家 然後呢 我就在走在路上 那天是情人節 碰到一個學生認識很久 潘老師 你幹嘛 我說我出來吃飯 我說你呢 那我出來買情人節禮物 我說那禮物呢 手上兩手空空 潘老師我不知道買什麼 我說那也許你該分手了 老師 真的你這樣認為啊 我吃完飯隨便說說的 我吃完飯整個血液都在肚子裡面 哪在大腦呢 對不對 我甚至出門有沒有帶我都不知道 大腦我的意思是 然後他既然聽我的第二天 他就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然後他女朋友我也認識 他還跟我說 老師我昨天跟實驗師分手 我說蛤 他說老師他說是你說的 我說蛤 他說老師謝謝你 我說蛤 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到今天為止震撼不已這樣 你分手了幹嘛拿我當擋箭牌呢 然後為什麼我三個蛤呢 那個女學員後來就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建議我跟他分手 我說我沒有啊 我剛吃我就把那段故事講 我說剛吃飽飯 血液都在肚子裡什麼之類的 而且我跟他很熟 我覺得是開玩笑的嗎 他說不 老師你講到事情的真相 我也是開玩笑講到事情的真相 我不當神明我當誰我 對不對 你來拜我 我就隨便擲筊 我反正二分之一機會嘛 嘿弄我一下 就惡啊受筊 這樣你就沒有筊了這樣 我說 可是講還是有點道理 我說你看啊 交往六年 情人節第一年有沒有找我啊 說老師我要送他什麼 沒有 那你為什麼知道要送他什麼禮物啊 因為你有注意到他缺什麼 他喜歡什麼 他講的每一句話你都放在心裡 所以情人節之後 你當然情人節之後 你就早就想好要送什麼禮物了 所以第一年的禮物通常很貼心的 第二年的禮物呢 就隨著你慢慢沒注意他在講什麼 不知道他要送什麼 然後開始就送商業禮物 送你金沙巧克力 吃會胖你不知道嗎 然後再連金沙都送不出去 連金沙都不收的時候 你還有禮物可以收嗎 你不用心了就沒有禮物了 你為什麼不能協調 我們不要送禮物了 這太商業化了 我們上過孫老師的課 商業化是敗壞的資本主義行為 我們要發自內心 Cocoro Totoro 你就送他一個Totoro這樣 懂嗎 人要會掰有心意是比較重要 禮親人義重 重點不在那裡在那心意 你情人節 那同學另外一個就常問我 老師情人節到了 你要送師母什麼禮物 我說你再把問題問一遍 情人節到了 你說要送師母什麼禮物 我說你前後矛盾嘛 那哪有 我說好你先講第一句 情人節到了 我說好那第二句 你送師母什麼禮物 我說你不矛盾嗎 情人節該送情人什麼禮物啊 老師師母不是你情人嗎 不是啊 她是我太太 所以才叫師母啊 如果是我情人 你叫她師情婦啊 那怎麼叫呢 你們這些人頭腦都是一團混沌 混沌 對不起混沌 不是 講什麼呢 所以如果你要問老師 師情人節送情人什麼禮物 師情婦什麼禮物 這答案很簡單 老師沒有師情婦 因此沒有情人節的困擾 酷吧 已經邁向這種高僧的第一層了 完全到無困無擾的地步 困都困不下去了困 好 所以要順便講一下偏差行為 偏差行為有非常多樣 有人說愛情沒有真理 這是亂講的 愛情絕對有真理的 愛情不能殺人了 不能放火啊 這跟愛情無關 這已經到了社會地步 所以有一本書叫愛情法律學 告訴你 雖然現在沒有愛情法庭 曾經中世紀有人幻想過愛情法庭這件事情 愛情雖然沒有法庭 但是愛情有道德的 這個輿論的壓力 愛情呢 也有一些是你違反社會行為 你詐欺啊 你這個強制性交啊 這些都是犯法的行為 順便要告訴你一下 尤其男同學當人家家教 尤其你們在大學 去當國中生高中生的家教 你要特別小心 這些人都是未成年人 你跟未成年人發生的性行為 一律是強制性交 你就算說他願意的 我也願意的 都沒有用 你可以願意他不滿18歲 不能願意 你就犯法啦 你就在監獄裡面了 你可能不知道 我希望你知道 女同學通常比較不會做這種事情 根據我太太的說法 就是你們師母的說法 同一個人 比如說師母和太太不同 同一個人啊 不同的稱呼 女人是比較高尚的動物 這點我從來沒有反對過 所以 這是你們師母說的 所以這篇章行為完了呢 我就開始進到幾個單項的討論 這跟你們的日常生活碰到的問題很像 第一個就是愛情跟身體是不是 性 性跟性別是吧 那這個問題呢 因為有時候你修性別社會學 也會講到性別的問題 性跟性別的問題 那我們大概就會跳過去一些地方講 因為譬如說啦 很多人會問啦 老師 你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怎樣 這是很多人在我那時代會問 現在也很多人問 有時候我在家長團體演講 通常家長團體請我一次以後 絕對不會再請我去了 因為他們覺得自找麻煩 因為我永遠不會站在家長這邊 我永遠不會站在家長這邊 所以他們聽完了 雖然有時候可以接受 但是大部分人都沒有請我去過第二次 那那個 那家長團體呢就問我過這些問題 老師啊我的小孩啊在屋裡啊看色情看物啊 該怎麼辦啊 那這個我有我的建議 今天就先不講啊 讓你好好的修課的時候再說 所以跟性的問題這是一個 另外有人呢是同性戀 在我們的大學裡面 對同性戀是比較寬容的 我們台大有幾個系 四個系左右呢 對同性戀是更寬容的 我們社會其中之一 那所以呢 台大你能看到比較高比例的同性戀 將來就業以後 你在某些行業會看到高比例的同性戀 其他行業你看不到的 科技界你大概就看不到 科技界你看到就是過年 中元節要拜綠色的乖乖 這是一件完全科技跟現代生活違反的地方 拜綠色乖乖 特別說綠色的還乖乖這樣 我就不知道神明喜歡吃旺旺先輩嗎 最近不是有什麼 我是學生我反旺中嗎 你應該說我是神明 我反旺中旺旺先輩這樣 我就也可以有一個神明出來三太子這樣 我是神明我不吃旺旺先輩這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可以出來搞笑的一個部分 不過好像大家都很嚴肅 把這個整個社會運動搞得那樣的 血脈笨章的 我出來的話那就變成鬧劇這樣 好 所以這個同性戀的問題 那老師對這方面的研究不多 知道的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我覺得 愛情沒有分性別的 愛情跟性別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愛情跟年齡不同的程度 也沒有太大關係 這我都會在相關的地方討論 然後講出我的證據 我不是只有看法而已 第一堂課我當然得先像預告片一樣 把這個東西先告訴你 但是其實到後來我會有比較詳細的證據 我看很多書看很多文章 看很多研究報告 那這些呢都是這些論斷的有些證據這樣 所以性跟性別大概有這些部分 有這些部分 接下來的是身體是不是 身體嘛 身體自我嘛 對不對 像各位呢 你知道嗎 談戀愛之前之後之中 都會身體上有一些明顯的變化 很簡單 女生比較平常不怎麼樣的女生 忽然間愛打扮 這個要不然就是或者臉色比較好的 這曾經陶晉瑩拍過一個廣告 說你談戀愛 那時候他沒有談戀愛 說不是的 我吃了事物積金 好像得到一樣的效果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 很多男生呢 平常邋遢要死 穿著這個運動鞋褲 然後穿著藍白托 就在宿舍跟教室裡面穿梭這樣 然後可是談戀愛 有一天談戀愛忽然間就打扮得很乾淨 然後談完戀愛以後 就又回復到固態富盟 所以有時候你不能從他穿藍白托決定什麼 但你可以從他不穿藍白托 知道他最近處於一個過渡期 過渡期 這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觀察 你可以注意一下 還有談戀愛的人 基本上整個心是不太一樣 談戀愛人像漫步在月球 他沒有重力的感覺 談戀愛人基本上腦子是空的 他用不到那個東西 所以講話這樣 在月球漫步 談戀愛人最簡單 你看他打手機 他手機的對話完全沒有內容 喂 喂 你在幹嘛 沒有啊 你呢 也沒有啊 就這樣看起來真的跟某些 要怎麼解釋呢 就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叫播出去的 就會惹到很多人 反正這就是所謂的喜憨期 談戀愛都有一個喜憨期 喜憨期的時候 他們跟喜憨兒最大的不同是 他們不會做麵包跟月餅 我覺得他們應該在喜憨期的時候去幫忙喜憨兒做一點 推廣活動 這樣也許喜憨期會長一點 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講身體的變化 以前黃書俊有一首歌叫愛情 鄭厚 戀愛鄭厚群 那歌詞非常常聽說是到目前為止 流行歌曲裡面最長的300多個字是不是 還是多少 啊 快1000個字 OK 好 好 那這個字裡面 那個歌詞裡面描寫了很多行為的改變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描述 情歌常常是人類感情大概最好的描述 所以為什麼情歌歷來 古代情歌就是詩巾 那黃書俊這種歌詞呢 到了某一個時代就是變成這個時代的詩巾 或者ballade敘事曲這樣的東西 因為可以展現很多這個時代人的感情 代表一個是但是感情這種事情呢 你從詩巾來看到現在來看 你一樣都會感受到那種 那種人類的情感 那是跨時空的 那基本上是屬於穿越的 懂嗎 步步驚心的穿越 懂嗎 四眼 你們不笑的人真的是人生沒有錯過太多東西 你笑的人實在錯過太多東西這樣 我太太在看的時候我就在旁邊說 這是什麼東西 不要吵 我看他也穿越回去了我看 我只好嚇著說 福進吉祥 這樣啊 可能他就說進來 我的莲子湯做好了沒 那你的身體會改變 你的自我也會改變 你會覺得自己是個比較好的人 談戀愛是一個很奇怪的 比吸大麻現象的 完全不用藥物就比藥物還要強的作用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 飛蛾扑火想談戀愛 因為讓自己覺得良好 自我感覺良好 非常良好 你知道談過戀愛或看過人家談戀愛 你都知道 那傢伙變了 像盟主恩兆一樣 該不會真的是死掉的意思 對不起 不是這樣 就是反正你感到窒息這樣 英文叫blissful這樣 就充滿了快樂這樣 完全不用言語的快樂 言語在那時候是完全沒有用 所以自我的不同 那當然你在談戀愛過程 自我會經過改變 如果你喜歡的人 你去跟人家表白他也喜歡你 OK啦 如果你喜歡的人他打你槍 你就覺得自己基本上就是個不OK的人 不OK的人簡稱什麼 有沒有簡稱 沒有 好吧 不能說QK嗎什麼這些 看起來像O其實多了一個尾巴 不能好吧 那算 當作我沒講 PK嗎 那太嚴重了 好啦 那反正就是這個自我會受到這些牽連 我們很多人對別人講話我們不在乎 你罵我 你什麼好 我關我什麼事 可是我們很在乎的人 講我們好我們會非常高興 講我們不好 我們會掉到地獄去 說我好我上天堂 說我不好我就進套房了 對不起那是講股票 講什麼的我是 好所以這個跟自我有關係 所以這會有花一點時間講 因為這個 那也有社會學家在研究這個 因為這個很明顯的例子 接下來的一個部分是講 人際關係 對 人際關係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昨天也被問到 經常被問到 老師 談戀愛是不是一定見色忘有 好 那基本上 我們講一般性來談 基本上談戀愛本來就是見色忘有 人一天24小時 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 你就不會跟別人在一起 在談戀愛你會把自己的朋友帶去嗎 除非你非常穩定 而且確定你的朋友都不會勝過你 不然很多愛情故事 包括戀愛初戀這些小事 就在於你把朋友帶去 然後就麻煩了 你想你跟你朋友那麼好 你喜歡的人 基本上跟你朋友喜歡的人 基本上屬於同一類型的 所以人家見色忘有是正常到不行的事情 等他確定了生命主人熟犯了 或者他被打槍了 你再回來救他 懂嗎 我就告訴你那不是好女人 你看我喜歡她我都沒動手 這竟然沒有引起任何哮聲 對不起 這段要減掉 沒有哮聲的一律減掉 懂嗎 這什麼話呢 所以像這個人際關係啊 有的人就是說談完戀愛 你的人際關係會在談戀愛過程 你是連著因為擴展還是收縮 這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到時候可以看看這個問題 談戀愛 那談戀愛不只是 人際關係不只是有朋友啦 那你的私生關係啦 像你們是同學 你們談完戀愛以後會對功課有幫助 還是沒幫助 根據你們家長的看法 談戀愛一定對功課沒幫助 尤其是在高中階段 我以前呢很好事 到處有人請演講都去 包括中南部都去 現在年紀大了 都推說身體不好 不想這個死在路上就不去了 很多人都覺得這什麼邏輯 有人說有人請我去演講提供照片 我說不提供照片 為什麼 我說攝影會抓去人的靈魂 對方說對不起我打錯電話了 有的人我還非常無聊的 就加上說老佛爺說 攝影會抓去人的靈魂 我想他沒打電話給松德院區 也是我的幸福這樣 不然的話就是松德院區的事情這樣 好 那這個這要講什麼 這要講人際關係 對對對人際關係 那爸媽都非常反對 非常反對高中生談戀愛 我經常被高中輔導老師問到這個問題 請問老師高中生談戀愛我們該怎麼辦 我說 談戀愛這種事情是你提倡就會有的嗎 你先回答這個問題 你一提倡大家談戀愛 大家就會談戀愛嗎 上我的課叫你做作業都不做 我的課交到現在為止 也沒出現幾個班隊啊 我交到現在為止 只有一堆人請我吃飯啊 我說為什麼 他說老師你來吃點你不用付禮金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就是上你的課做調查 然後認識我現在的先生的 我說你當初就已經設定好嗎 他說對 這麼多年來教過那麼多學生 我也吃了一攤啊 你照到有對不對 有多少人我只好吃一半嘛對不對 我就每天就不用開火了 就在這個飯店裡面周遊嘛對不對 對不對吃完之後 對不起隔壁還有 樓下樓下這邊只能吃一餐這樣 啊祝福各位啊謝謝 我就趕快就笑另外 他應該是這樣嘛 就並沒有啊 所以不是鼓勵就會有的啊 那阻止就會不沒有嗎 反過來講 當然不是啊 若非P則非Q嘛 若P則Q若非P則非Q嘛 若非Q則非P嘛 所以不是既然不是鼓勵能有的 也不是禁止就不會有的 家長都不了解這一點 那愛情會來幾次 這是我後來非常好奇 人的一生 愛情到底會來幾次 我就研究啊 那我們要界定愛情 你要寫過書信 留過證據的什麼什麼 最多的人到目前為止 我找到的是歌德 談過十次戀愛 你有機會你再去找 以前我在上課的時候教人間 剛好電視在演人間四月天 講徐志摩跟這陸曉曼的故事 那個徐志摩也沒超過五個 他就掛了 他不掛也不會超過五個 如果這一生你喜歡的人不會超過五個 或五個到十個之間 那你第一個要在什麼時候開始啊 如果你大學都沒開始 你可能就是平均數以下那個人 你知道嗎 因為他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們不知道他在笑什麼 他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修過我愛情 修過我幽默社會學 因為他笑聲很大的時候 我一定加遷他這樣 可以帶動全班的笑聲這樣 這樣我就不用罐頭笑聲這樣 因為你們不知道 因為上學期呢 我對於我的那個教學評鑑 是低於全校平均數這點 非常的感冒 所以我就開了很多 低於平均數以下玩笑 對吧 這學期因為上學期成績高於平均數 所以今年就沒這個玩笑 對吧 這有時事的問題 高於平均數不一定我教的特別好 是因為人數少 就大家都不敢寫老師太差 你們這堂課我收很多人 到時候就有人嫌我不好 三個人寫我不好 我就掉了平均數以下 或者三個人看走了眼 以為1是最好分 就寫了1我就完了 5是最好分 同學記住5是最好 好吧 記住請大家 請大家好好想一下 填答案的時候 不要一看1就寫就寫了 他說老師我說你好啊 我帶著三個同學寫我好 你看就完了 真實 所以這個人際關係嘛是不是 那人際關係 有些人是可以談戀愛 有些人是不能談戀愛 大學裡面老師喜歡你 你可不可以跟老師談戀愛 老師沒結婚可以 老師沒結婚老師要退休了呢 我以前在台大的姓平會 當過這個負責人 有一次呢有一個女學生來告 告老師移情別戀 然後是移情別戀 我懷著她的孩子 她還去喜歡別人 你懷著她孩子 你都不知道該那個位置啊 就像重劍一樣 你知道嗎 哇每一個都很重這樣 我這樣演出來 只是把我的心情 其實我當時非常鎮定 我的心 這是我為了為了有攝影效果 所以要讓你知道 這是當時的心情 這好攝影效果啊對不對 你們現在是視覺世代嘛對不對 我們走視覺系的嘛 現在開玩笑 我們要不是視覺系 我們是什麼呢 好 你這個老師就 姓平會就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 然後就私下打聽一下 有人就說 哎呀這個老師就這樣啦 很多人好像習以為常這樣 後來就說好吧 那要怎麼處理 這算是能不能處理呢 這他們兩情相悅 還是到底學生跟老師 能不能談戀愛 這件事情是很難 基本上沒有法令規定不可以 有些私立學家說不可以 最近你看到有些 有一個工作單位 有一個工作單位 有一個人告他說 因為他結婚了 談辦公室戀愛 被公司調職 他訴請勞工局訴願 勞工局說公司非法 就可以 人家談戀愛是他自由 你不能限制 就法定是這個意思 但學校裡面這件事情 一直有做 因為我們是特別權利義無關係 你怎麼知道 那學生跟老師談戀愛 不是被老師脅迫 不是誘於老師的淫威 說你要是想成績過的話 那今天晚上來找我 這是我的地址 什麼之類的嗎 懂嗎 然後給你的地址 那你就去啦 然後你說老師 我願意為了我的成績 做一切事情 這你說的 然後就故事就出來了嗎 那有人是 有些老師長的這個 偏偏風度啦 然後你會 學生會愛慕老師的 希望變成師母啊 那也有那個學生 聽人發作以後 就在外面號稱他是師母啊 這個你們都不知道故事 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人 就在外面有一個人說是他太太啊 講了好久啊 人家都以為他怎麼樣 沒有啊 那個女的神經病啊 所以有這個困擾 我到現在為止都沒這個困擾 我不是說我要這個困擾 同學不要誤會啊 不要誤會 說這個有些人會有這個困擾 有些人不會有 那什麼原因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有一年呢 有一個院長 就是號稱外面有一個夫人 結果上了報紙 上了蘋果日報 那時候我在負責 結果哇 學校就很緊張啊 說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我就趕快去調查 結果所有人問我的第一句話說 那個院長是不是長得很帥 我說不能用 我們是姓明慧人 不能用這個 他有辨識度就行 辨識度就是我認識他是 不是另外一個人 這叫辨識度 各位同學都有辨識度 我不會覺得說 怎麼看這排跟看這排是一樣 我是眼睛是怎樣 聰明還是怎樣 辨識度 結果那個後來很多人看到那個院長的電視的畫面 很多人都噗嚓一笑這樣 覺得怎麼會 這種人也會有外遇 不是外遇 學生自己精神有問題 所以那個有時候聽到故事 各位不要就馬上下結論 所以這是師生戀的問題 有時候那樣態非常非常多 很難一概而論 很難一概而論 通常比較被接受就是說 你至少在 不是師生的時候的師生關係 譬如畢業以後 那老師跟學生結婚 這個通常會比較被接受 然後有些老師我認識的 我知道的 或者我認識的 有些老師跟學生結婚 就是畢業的學生結婚 都非常低調 都非常低調 你不會知道 我最誇張的是我大學的時候 就聽說另外一個系的 同學去參加畢業點 畢業旅行 畢業旅行呢就發現 哎呦 怎麼有女同學進老師的屋子 很久才出來 畢業旅行完了 哎呦 同學變成師母了 他們就結婚了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我當時就 愣了很久 這個到時候人家看電視 也以為這個畫面壞了 快轉這樣 好 所以這個至少在校園裡面 那什麼樣的關係 是可以被允許的 什麼樣的關係 處於灰色地帶 什麼樣的關係 是絕對禁止的 這個就很有討論空間 你要注意社會新聞 常常有類似這樣的報導 所以這也是人際關係的一個部分 那有的是涉及犯法 有的並沒有 那就是純粹的男懷女愛 但怎麼去確定這一點 是真的蠻困難的事情 接下來一張是講什麼 家庭是嗎 對 婚姻家庭 因為我們都來自家庭 大部分人 所以你的家庭對你的影響 是非常明確的 有的家庭呢 爸媽管的非常的多 所以那個影響到你的摺偶 包括交朋友 那有的家庭管的非常的少 或者家庭關係不怎麼樣 那爸媽基本上跟小孩的婚姻關係 是沒有關係的 最誇張的我的學生的例子 我跟你講我教學這幾年 我真的是 我真的活得非常的豐富 每天都發生新事情 有一天禮拜三我在研究室做 那時候我常來研究室 因為家住附近 研究室就我書房 我就打開門 就學生經過 我說誰誰啊 我認得他 那時候學生少 所以我都認得 現在學生太多 我都不認得 學生也都很少人來跟我講話 所以我就更不認得 然後認得的學生呢 有時候幾個月不見 我又忘掉名字 所以這個你要知道 所以老師忘掉你名字 那是老師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所以你下次見面 想跟老師講話 你會說老師 我是修年愛心社學學生 我叫誰誰誰 然後老師記不得 沒關係我多講幾次 多講幾次我可能會記得 好啦我就說你幹嘛最近 他說老師我禮拜六結婚 我說好啊 他說老師歡迎來參加我的婚禮 我說你在哪舉行啊 在這個立法院的那個教堂 他是教徒 我說好啊 我說我要幹嘛 他說老師你不必幹嘛 你就來就死了 我說好 結果我禮拜六就去啦 然後那個西式的婚禮啊 非常的特別 然後那個教堂也很老 也很特別 然後呢 女方的爸爸跟媽媽 西式婚你媽媽基本上沒有作用 我就覺得好奇怪 你媽媽就坐在那邊 爸爸把女兒牽進來對不對 然後新郎就等在那兒 新郎的爸媽基本上也沒有作用 就是兩個人形立牌坐在那兒 或麥當勞叔叔坐在那兒 或者卡馬咖啡坐在那兒 像原來小卡馬咖啡 我覺得好可愛 我速度有想說晚上要不來 把他偷偷搬走這樣 有時候起了道心你知道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老師還不夠進化 下輩子可能還要再來 教愛情社會學二 各位前輩子教過的人 這輩子可以來上 馬上被送到松的院區 這要講什麼 那個媽媽 對 然後這個典禮完了 我就發現爸爸很不快樂 我以為那又跟那種哀傷的不快樂是不一樣的 孫老師別看長這樣還蠻會觀察人的 這個我跟那爸爸不熟 然後跟那媽媽還算熟 然後在典禮完了 然後有一點小小茶會 就在那小花園裡 我就站在那兒 他媽媽就過來 孫老師完全沒有打那個寒暄 孫老師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我女兒要結婚的 我想我跟你女兒無肝無細啊 不要這樣子拷打我 我就想這是什麼問題呢 所有人問我奇怪的問題 我腦中都轉一遍 說這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問 通常會說孫老師最近好嗎 謝謝來參加我女兒的婚禮 這些人都怪這樣講的嘛 怎麼說你禮拜幾知道我女兒要結婚 我想這問題也不是陷阱題啊 我就說禮拜三 那我想為什麼這個問題呢 然後他自己就回答了 他大概看到我腦中的疑惑 他就看到為什麼這個問題呢 他說我禮拜一 我禮拜三知道 他說禮拜四才知道 為什麼你會找我一天 我說因為我門開著 我也不知道回答什麼了 我怎麼知道我會找他 因為我門開著 看他走過去 然後我跟他打招呼 我剛剛不是都跟你講了嗎 我就把這故事講了一遍 我就不敢再問了 我想這家庭關係太奇怪了 女兒禮拜要結婚 媽媽禮拜四知道 老師禮拜三知道 還好是前一禮拜三 不是下個禮拜三 對不對 那故事就太奇怪 那穿越的時候 對不起 我穿越錯了 我應該再往前一個禮拜 再見 然後就走了 人際關係 家庭 所以家庭影響你非常的大 是你很難想像的 甚至你從來沒好好去想過的家庭 對你感情生活的影響 這個跟依附理論有關係 我們會到時候再講 那接下來一張是什麼 溝通 溝通 對 談戀愛呢 這個很有名的一本書叫做 男女大不同 那個是一個有名的通俗書 雖然是講外國情況 很多男的 台灣的男的看了也是點頭如搗蒜這樣 然後在某些心理治療的訓練裡面 或者那種成長心靈成長班裡面 那本書很重要 而且賣了很多版次這樣 那只是其中之一 正是學術也研究人跟人溝通 然後甚至男女溝通 因為發現男女 其實有一些基本上的大不同 這是一般來講的 一般來講 不是放出四海而接著 一般來講呢 是男女的不同呢 就在於男生基本上在溝通的時候 是以從事共同活動來溝通 像男人打籃球 打籃球不用講什麼話 帥 埋伏 這樣就這種 基本上屬於那種很低的那種語言發展能力的講話 可能連那個猿猴的那個能力都還不到 反正就是要帥對不對 像你們現在就這個林書豪啦對不對 我覺得林書豪這名字取得不太好 這名字的諧音就是你輸比較好 這是哪有人取這種名字 應該說我贏好對不對 怎麼叫林書豪對不對 叫Jeremy Lin Jeremy Lin的另外一個笑話者 我的學生 等一下要轉回來 要轉到哪裡 這分岔點在於林書豪之前是什麼 男女打溝通 男女打溝通 對不起 等一下回到這裡來記住 這邊先擺一個書籤 本來回不來這樣 或者要擺一個麵包屑對不對 才能知道這要如何 林書豪 然後這個叫Jeremy Lin 然後我的學生嫁給一個姓林的 他說老師 我現在懷孕快生小孩了 我要準備要叫他Jeremy Lin這樣 我說哎喲不要養太胖啊 不然就叫節弱米其林啊這樣 這個可以笑 那程度不錯 好那回到麵包屑在哪裡 溝通 對 那常常就是男生自己做活動溝通 所以有些女同學不太了解男人 所以你跟他打籃球 他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他那個山邊球射得真胖 你知道很多就不知道他的那些名字 那女生基本上是靠雞雞喳喳 然後講很多話溝通的 女生大概不太從事活動 所以從事活動就周年慶 那個叫活動嗎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這個男生跟女生在這點上就很大 男生喜歡買一啤酒坐在沙發上 然後看球賽 女生呢就是攢了一堆錢 然後在周年慶去大花一筆 那假如女朋友要說 哎喲你陪我去逛周年慶嘛 那個在剛談戀愛的時候可以的 談完戀愛一陣子 他就覺得那個百貨公司空氣稀薄 得了高山症 我需要氧氣 我需要氧氣這樣 那女生也是看球賽說 這個人是誰啊 都很高興這樣 等他過一陣子 這些臭男人很臭耶 你不覺得嗎 都流一堆汗這樣 就溝通的問題啊 還有就講話講不太懂啊 有的人會說就跟人家告白 然後人家說對不起喔 我沒有想過這個念頭耶 說同學我喜歡你這樣說 喔謝謝你 但我沒想過 那這時候應該怎麼辦 日本人更厲害 你跟他講好きです 然後他就說分かりました 我知道了 據點王你知道嗎 那你就要變成開頭王啊對不對 那起承轉合啊什麼八股對不對 你就趕快開一個啊 那你覺得怎樣呢 你覺得我怎樣呢 願意跟我在一起嗎 你覺得說對不起不願意 不要給他回答不願意的機會啊 那這怎麼樣 那我們到時候再看 要不然的話 這學期又要開始 徵求15分鐘的MP3 看今年你們會有沒有進化一點 那麼陶者以外的歌這樣 不要盧廣仲的歌 雖然有一個人會非常高興這樣 好所以這是愛情跟家庭的關係 還有這方愛情玩呢 會組成家庭 但是你們這代人呢 慢慢地走向那種不婚族 很多家長 或者像我的朋友 都非常困擾 因為他們的小孩 大概都是你們這種年紀 會更大 在30以前 中國大陸好像叫奔三 我覺得這名字非常的 描述得非常的好這樣 那這個大家長就開始考慮 考慮結婚的問題 常常覺得為什麼這代人都不結婚 你假如看這個致命女村郊 有講這個北京的北海公園是不是 那些人就替兒女徵婚 像在賣房子一樣 我們台灣賣房子有那個 他們在那邊徵婚有那個 你別小看這問題 這問題其實在台灣也蠻嚴重的 只是我們有別的管道 這就為什麼 我一直希望你們能夠發展出一套 有效的聯誼的活動 因為這個呢 你大學畢業以後 你就不會沒事做 各位同學就可以組成一個公司啊 叫保證公司啊 保證聯誼成功公司啊 這海峽兩岸 甚至全球都是你吃 就是圍著你賺啊 上了我課還會失業 要不然你去當搞笑明星 對不對 愛秀這個幽默社會學 要不然你就去做婚姻介紹所 你還 那社會學丁 我就不知道你還做什麼 去賣豆腐丁 對不起 對不起 忽然間迷失了 這樣好 好 回到了 這要回到哪裡 溝通 還在溝通是 所以溝通很重要 你跟爸媽基本上你在大部分人在家裡就跟爸媽就發 就發生了不能溝通的情況 很多同學來跟我談論感情問題 我說你跟你爸媽談過嗎 他說怎麼可能 我說為什麼他你爸媽也生你養你 育你什麼 我就開始把什麼古文念一遍這樣 然後他說可是老師他們不會懂 他們也不想懂 我說怎麼會我的朋友都想懂 只是他們都問我都不敢問他的小孩 然後他們小孩都告訴我都不敢告訴他爸媽 我告訴你真實狀況 有一天呢我去一個人家 然後因為那個小女孩呢 這很多年前的事情 某一年的10月25號放假天 那時候還放假 我就在家待著 也是住這附近 有個小女孩見了我一次就非常喜歡我 然後呢就打電話 請他媽媽打電話 他那天是他生日 說可不可以請孫叔叔到我們家來 幫我慶祝生日 我長那麼大 從來沒有一個女孩子講過這個話 不管他幾歲 沒有人講過 老奶奶講我都會很感動 沒有 就是小女孩講我太太說 哎呀 他那個他媽媽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他媽媽是我太太的朋友 就很不好意思 這樣子麻煩孫教授 很多人都認為我們當教授很忙很無趣 很忙是真的很無趣看人 我就不是個無趣的人 簡單說 你們應該說對 對 對 那這個要加那個音效 這時候 要有外面的人說對 對 對 你們這些人還要想加籤 連拍馬屁都不會 哎呀很難啊 好 然後我就 我太太說你要去嗎 我說去啊 我就約在大爺高島屋見面 我從來沒去過大爺高島屋 那是唯一的一次 就在魚缸前面見面 哇靠 那小女孩看到我好高興 跑過來這樣 因為老師沒有小孩啊 我想我 我很後悔沒有小孩的時候就是那一剎那 哇那小孩就跑過來 然後就好高興 好到他們家去啊 那爸爸在那邊煮飯啊 也很高興 還有兩個姐姐 好坐下來吃飯 真正故事在這裡開始 前面都是前情提要 懂嗎 好他媽媽就跟我說 孫老師啊 你這個見多識廣啊 我的女兒 不知道為什麼在學校打人 我對你小女兒很熟 我跟你大女兒 我哪熟啊 第一次見面啊 對不對 日本人的話 還得講一堆話呢 はじ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 連西庫都拿出來了 這還得了 對不對 我怎麼會知道呢 但我這人就硬變得快啊 老師看起來戳戳的 有的時候腦筋就在轉啊 我就說 誒那誰啊 我說叫什麼名字啊 他說什麼名字 誒那誰啊 你為什麼在學校打人呢 我就直接問他女兒 他媽媽問我 我問他女兒 我當然將來變成越老的時候 你就問我就行了啊 我直接就告訴你答案 現在不行啊 我那裡得轉一下 對不對 您所播的號碼是空號 請查明後再播 對不對 我得轉一下嘛 對不對 結果他就說 因為我喜歡他 然後我就繼續吃飯 他媽媽說 你喜歡他就不能打人啊 然後就是家裡就開始溝通了 就沒我的事 同學 有的時候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把那個管到幾個街上 就可以了 有的時候 這不是每次都有效 每次都有效 你這堂課就不必來了 因為好像也沒別的把戲了 所以這是溝通 溝通有非常非常大 很多人不溝通的 為什麼呢 因為談戀愛有個特質 在喜憨期的時候是靠感覺的 喜憨期的時候呢 你其實所有的五官 你的所有的感覺器官是張開的 你對他的一平一笑是非常清楚的 不必用言語的 言語是多語的 言語在什麼時候是用呢 失戀的時候 分手的時候 講一堆亂七八八話騙人 我跟你講喔 其實我是很喜歡你的 但是喔 你也知道我在大四很忙喔 我又要出國 你知道嗎 還有我媽不喜歡你啦 其實我一直沒跟你講啦 就開始講了一堆那種屁話 你知道嗎 分手的時候 通常講話 要分手那個人 通常不敢眼睛對著你 你注意一下 都看著地上 看著哪裡 這個我從機車分手的 這種形態學來的 有時候會在 有人坐在機車上分手啊 你一看就知道 他不會看你的 你放心啊 他當作你不在這裡 所以我有一次 就真的去做實驗 學生還說 老師 我說我做給你看 你看我絕不會有人打我 我就過去看 那兩人就這樣 當作我不存在 你知道嗎 我好像是穿越過來 他還沒發現我 我還沒有materialize這樣 然後那個女的 那就只是看著那個車 那個那個人 男的 男的就是看地上 通常女的坐在機車上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怕機車被那個男的騎走 我猜是這樣 我猜是這樣 我研究很透徹 我這大貨不解 為什麼是這種姿勢 而且我看到都這樣 沒有男的坐在機車上 女的站在地上 沒有 都是男的站在機車旁邊 然後女的坐在機車上 你注意一下 如果有不一樣 請告訴我 我們需要大量的研究 機車分手這件事情 眼睛看著誰 那個人是被分的人 要一個說法的人 眼睛看地上 那個人是要走的人 隨便你怎麼樣 今天你放我走 其他的時間分手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光看表情 你就知道一切 因為 常常分手 你要說什麼 你有興趣去研究 分手 你要說什麼 我們到那時候會說 所以這裡面呢 會有一個溝通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呢 很不幸的 沒有學過溝通 所以不知道怎麼開始 也不知道怎麼結束 更不知道怎麼維持 你認為愛情來了 它就會照顧你一輩子 不是的 愛情是因為你求它 它來了 另外一個人也願意 所以它來了 然後要維持下去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你光這種錯誤的想像 就會把你倒到農曆七月去 不應該有這種錯誤想像 我每次都告訴你 愛情就像玩電動一樣 下一局比這一局更困難 但是收穫更多 收穫更多 你這樣的話你去玩下一局 就帶著 準備隨時面對所有困難的心 這裡先送你八個字 正月期其實犯來復去 就是講這八個字 我每次都有一個衝動 把逗寫成鬧這樣 因為覺得就這樣子嗎 那個門沒關呢 平等對待共同奮鬥 你真的要跟一個人開始 你最好有一個這個開始 這個時代呢 男生跟女生受的教育 基本上是一樣的 不像以前 女生因為不同的原因 沒辦法受教育 這時代呢男生跟女生的理想 基本上也不會差太遠 這個時代男女的差別 相對於以前你爸媽那個時代 就是比較小的差距 不是最小的差距 最小還在未來 還是要我們的努力 所以呢 你要不能平等對待對方 你不能溝通 溝通就是個平等對待 我看得起你 我知道你是跟我同等的人 我才跟你溝通啊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親子關係 沒辦法維繫 長官跟下屬關係 沒辦法維繫 因為你不是平等的 你不是溝通啊 你都是命令啊 我看到太多朋友 或者其他的人都說 我跟他溝通啊 他不願意跟我講啊 你光看那個音量 你講更大聲 就會有人聽到嗎 聽得更清楚嗎 不會的 老子說大音犧牲啊 所以要怎麼樣制止班上安靜呢 不要講話啊 班上就安靜啦 第一堂課的時候 不是有人講話嗎 我就看一眼不講話 就是這樣 我也可以罵出來 你不要講話吧 你還修過我的課呢 對不對 那有用嗎 同學記住大聲是沒有用的 解決問題靠的是智慧 不是靠音量 不是靠拳頭 你只要瞭解這個 台灣就有希望 人類就有希望 你只要不瞭解這個 反正2012我們都會毀滅 我們都會毀滅 好 所以這就是講這個溝通啦 評論的共同奮鬥 因為你面對的未來 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現在大人都恐嚇你 你畢業以後沒事做 怎麼樣這啊那啊 很多人說老師 你什麼時候結婚的 我25歲就結婚了 到美國第一年 那你有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 我在唸碩士班第一年 是博士的program 然後我太太呢 連事都還沒找到 那你們還為什麼結婚呢 我長輩困惑不久 你是把人家搞大肚子的 並沒有 為什麼要結婚 我喜歡他他喜歡我啊 我沒別人啊 那為什麼不結婚呢 你家養得起你嗎 我太太說他要養我 那你吃軟飯 稀飯也是軟飯嗎 也是飯嗎 反正現在我他先養我嘛 將來我養他嘛 就是接力賽嘛 同學如果你這一生碰到這樣的女孩子 千萬不要放過 如果他要看你有幾棟房子 你家經濟狀況怎麼樣 因為他願意跟你共同奮鬥啊 不管未來怎麼樣啊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人生最幸福的那個啊 他相信你有那個能力啊 你去世界上找幾個相信你的人 像你們來選課 某種程度真的對我們老師是一大鼓勵啊 因為你相信我的課可以帶給你東西啊 除非我的課是營養學分 來了不用做任何事 然後也不點名也不幹嘛 反正選了上了哈哈 然後最後就畢業了這樣 除非是這樣 那我希望你不是這樣的 雖然我的課可能看起來像這樣 一樣啊 你要找一個人就他聊你啊 你也願意餵他他也願意餵你啊 王菲的歌 我願意餵你 甚至拋棄我生命 哇你首歌好好聽 我不希望你為了別人拋棄生命了 但是就是那個心你知道嗎 就那種心意 這種人很難碰到了 碰到了不要放棄 你永遠不知道是那個人在哪裡啊 所以為什麼叫你們說 你試試看吧 有沒有在這個班上嘛 如果沒有那就不在這個班上嘛 這話聽起來像廢話了 這話我的太太呢 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 我在大學跟她沒有來往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叫你們做這作業的原因 你不覺得同班同學沒有來往是一件很荒謬的事嗎 很可笑的事嗎 你不覺得這整個故事就告訴了我一件什麼事嗎 就是士林夜市賣衣服說的 走過路過就是不要錯過 士林夜市的那個叫賣哥所講的話 我覺得非常受用愛情社會學 所以平等對待共同奮鬥 如果你今天只聽這堂課 絕對值得 遭聞到細死可言 出去騎車還是要小心 懂嗎 講什麼呢我 這不是那個意思 好那接下來是什麼 愛情與文化 很多人在討論西方的 這種浪漫愛的概念 我們通常講浪漫愛 這個愛當然會有很多樣的 浪漫愛概念是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是不是Universal 還是只是西方文工業革命以後 有小說帶領起來一種思潮 有一種說法是這個 有些社會學家是堅持著浪漫愛 是到19世紀以後 有人說啊12世紀以後 反正很多人說 我認為這些人都是不讀書的人 有人類就有愛情 從亞當夏娃開始 然後這愛情我們更廣泛意義的話 我們在下一堂課會說 就很多人研究愛情的 從古到今 那你不知道 你隨便亂講話 這不是一個良好的態度 雖然很多有名的社會學家 是這樣講的啊 那當然有些人類學家 在這裡就比較謙虛 他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調查訪問 發現用幾個指標發現 愛情不是所有社會 所共有的現象不是 但是是絕大部分社會 他研究原始部落 受那個外地影響 比較小的部落的那個社會 也有這些愛情現象 我們到時候會談 所以這個部分要談這個 那接下來一個部分是通俗文化 對不對 那通俗文化談的是 你們大概接觸最多的 你們像 像你們上網路去交朋友 我覺得這是圓木求魚之道 可是你們又樂此不平這樣 你都不知道這一開始 跟著整個網路的設計 就不是讓你交朋友的 不是讓你交新的 那只是認識人的 甚至叫你學詐騙之術 如何呈現一個別人會 如何製造你的self-image 基本上是一種行銷的一種做法 你都不去了解這個 或者你其實已經了解了 那你就受很大 但是在談戀愛的時候呢 有很多是還是受到這個 通俗文化影響 小說啊 電影啊 愛情的題材是永遠拍不爛的 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 標準愛情故事 最糟糕的是像那些年這個電影 這句話不要錄 不要剪掉 絕對不要剪掉 這個電影我看得非常晚 很多人看得非常喜歡 然後我一直在想 後來我也看了這部電影 我一直在問看過的人 你們如果有答案的請告訴我 請問這兩個人為什麼不能在一起 因為九百道不是柯振東 如果是柯振東就會在一起嗎 你的答案跟我的子女講的一模一樣 這樣啊 所以這是一個答案 為什麼這兩個人 通常愛情不能在一起 第一個家長反對 不符合社會文化價值 同性戀什麼什麼之類的這樣 這都不是嘛 兩人不相愛也不是嘛 問題在哪裡 如果你能了解這個電影 這電影在海峽兩岸 甚至香港都非常紅 紅到我都不知道 我們全部華人看電影 得到什麼教訓 柯振東好帥 陳元熙是女神 如果只得到這個教訓 這個文化真的是沒救的文化 什麼電影都不能讓他看到精髓 這電影的問題在哪裡 不是製造了一個百萬富翁而已啊 這電影你看 如果你能看懂 你能知道這問題在哪裡 你待這門課真的也不必修了 因為你已經想通了 如果你完全想不通 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 不知道電影有什麼不對 沒有什麼不對 這電影我只是問你說 為什麼這兩人不能在一起 慢慢不要那麼急著回答 這你可以用這一學期來回答 好啊 看你在什麼時候想到一個答案 你覺得是很完美的答案 不然我真的大獲不解啊 我看很多很多愛情電影 我太太從來不看了 人家都騙人的 我說對 但是很多人被騙 所以我要知道 為什麼這人會被騙 可是這部電影我就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這人被騙 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因為我真的是在這行待太久 看的電影太多了 以前十周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十周年紀念版的教學方法 很多老師上課放電影 我有十周年紀念版 你不知道我的教學 我就推薦了十四部我最喜歡的電影 晚上放 你額外的課放 老師最喜歡的電影 每一部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為什麼喜歡它 有的是因為女主角的原因 這個也沒有犯法說的啦 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 就是電子情書 可是那電影呢 我要認真分析起來 我也不會喜歡那個電影 可是那電影呢 我每次看到就一直看 我幾乎每個台詞都會背 然後每個地方我都去過 因為我住紐約啊 我住這個Upper West Side 有一年 我1990年去美國教書 特別帶所有來紐約的人 說來我們去Café La Lalle這樣 這就是每個來人當初做的地方這樣 來我們去那個公園 這是他們當初幹嘛的地方這樣 那個書店呢 我說那個沒有書店 那是假的 我可以搞到這個地步 老師某種程度就是電影花痴 好 那回到這個通俗文化 我們就會講到一些 當然你們這代的人呢 像有一些叫做什麼 玉宅族 會對某些那種合成的女性 那完全不成比例的 那種人大概活在宇宙的某個星球 活在某個星球 所以你們要好好的發展宇宙關系 將來也許你會碰到那樣的人 或者發出那樣的聲音 像初音一樣 我那天還聽初音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然後還唱完中文版還唱了日文版 我覺得好笑到不行 Youtube有 Youtube真是偉大的娛樂工具 我跟你講 二十世紀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就是Youtube Google是第二個 真是太偉大的Youtube 怎麼會有那種呢 我就怕哪一天我就不小心就上了Youtube 希望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我就難了 我就以後連校門都沒辦法進了 還好一週刊什麼的要停刊了 要換人經營了 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好 所以這是通俗文化 還有最後一禮拜嗎 沒有了嘛 是不是 還有通俗文化也還請過了 就是這個 最後就是期末考 期末考會怎麼考呢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期末考呢 第一個就是我讓你們很忙 然後讓你們有禮物可以拿 因為通常考試呢 老師要出題對不對 你們都以為老師出題是刁難你 沒有 老師出題刁難自己 我要讓你們嘗試感受到這種感覺 可是呢 你們又是考生 你們又是出考題的人 然後呢 你們又是送禮物的人 你們又是接收禮物的人 這如何做得到 聽起來像聖經啊 我是阿法 我是歐美加 是的 不過那人家講的是上帝 不是講你啊 你可以感受一下這樣 還有呢 你要來講義拿來 就是你這一學期 我們現在你只有桌上的嘛 到那時候那裡 大家會有兩百多頁的講義 這就是老師送給你的最 這學期的禮物 你的人生的禮物 我沒什麼可以送給你們 就是我的思想結晶這樣 明年我會更好 那我也希望你們每一年都更好 我希望你們真心修這門課 你不能花那麼多時間就不要這樣 反正你可以旁聽 你可以旁聽 我歡迎旁聽 我歡迎旁聽 所以原則上下禮拜 能夠修的人就是資源教室的學生 還有交換生 原則上 但下禮拜萬一來的人很少 這個原則當然就被打破了 如果我一來發現只有兩排人 我只好在外面招攬 誒 加簽了 懂嗎 所以在看情況 因為我每次都很害怕 現在看起來很多人的樣子 到下禮拜其實沒什麼人 因為你看第一堂課 跟現在就差很多了對不對 現在都景氣不景氣 能賺一個是一個